数万网友期待已久的宋仲基 最新奇幻复仇爽剧 裁伐家的小儿子强势来袭 他在剧中饰演韩国最大裁伐家的 首席管家尹贤宇 所有管家都在三年之内离奇消失 唯独他干了五年却相安无事 你以为是因为他帅吗 并不是而是因为他坚守三条准则 可在今天他却破例了 这天迎来裁伐会长陈隆基的继承晚宴 作为管家的贤宇更是亲自监督 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突然他注意到了餐桌上摆放的饮料 因为会长对水蜜桃严重过敏 看见配料表里含有2%的桃浓缩脂 他立刻让人将饮料换掉 看着实习生的工作牌 他将自己的大名告知对方 得知贤宇的身份后 实习生表现得异常崇拜 他羡慕贤宇年纪轻轻 就成了才华的首席管家 正常人做三年就没饮了 而他却在会长身边待了五年 真的太厉害了 可面对深耿敏的彩虹屁 贤宇没有一丝表情 只是让对方将手机拿出 看到不是顺扬的产品 嫌疑扭头就走了 与此同时 身为家族老大的陈隆基 来到家族 规定众人不能直呼会长一家人的名会 每人都用代号来称呼 以大哥会长为基准 称呼会长1-0 会长夫人则是1-1 艾特会长儿子则是1-1 可就在会议即将开始时 作为才华长子的 陈兴俊闯进了父亲的办公室 表示自己不想当公司的继承人 只想过自己的人生才华 表示一毛不转的人没资格提要求 可儿子却说 父亲这事把自己逼上绝路 随后怒气冲冲地离开 才华悲弃得当场心脏病发作 这一幕正巧被赶来的贤宇撞见 不孝子被吓得惊慌逃离 贤宇赶紧拨通急救电话 而家族成员们听到会长 应急性心肌梗塞 正在进行手术的消息后 紧急召开了家庭大会 会上并不关心大哥的病情 而是担心公司的绑架 并决定让会长继承人 兴俊主持大会 随后兴俊的夫人找到尹贤宇 并发出杀气腾腾的警告 必须在半小时内找到兴俊 不然就卷铺盖走人 可来回路程就不知半个小时 申耿命还在为贤宇打包不平 可贤宇不以为然 告诉他自己的三个准则 第一 绝不拒绝会长家人的指示 第二 不过问任何事件 第三 不轻易判断任何情况 此时裁罚的特权展露无遗 他们竟然拦下所有车道 专供贤宇所在的三辆车通行 可刚到新俊家中 贤宇就硬生生地挨了一闷棍 宋仲基新剧一开播 就霸占了热情 剧情景 总凑不拖探 第一集就是高能 他本是顶级才华家族的小秘书 却每天干着修马桶的工作 看着他熟练的动作 让小秘妹一阵心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这天才罚大少爷对下人发唬 却误伤了赶来的贤宇 贤宇忍痛支开手下 单独向大少爷说 此话一出 新俊恼羞成怒 直接将咖啡倒在了咸鱼头上 并警告咸鱼 对着主人狂飞的狗 没有好下场 最终新俊出席了继承宴会 一切忙完后 咸鱼准备了简单的午餐 就在等泡面的时候 却听到下属在背后嘲讽自己 是个只有高中毕业的废材 只会像奴隶一样被人随意使唤 就在此时 咸鱼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才华夫人打来 对方宣称有急事让他过去一趟 他赶紧倒掉泡面 匆忙赶去后 竟然发现对方是叫他维修医院的马桶 饿着肚子的他狼狈地修理完毕 夫人掏出几十块小费 强迫咸鱼收下 此时的他感到无比的耻辱 高强度的工作 让咸鱼差点错过母亲的心 就连弟弟和父亲都觉得 他这份工作很可笑 可咸鱼不以为然 随后准备洗澡 却被通知赶紧来公司 检察官正在公司大规模搜查证据 他们怀疑裁罚会长非法继承职位 企划部存在操作假账的行为 面对来势汹汹的检查组 咸鱼丝毫不慌 因为他早已将证据调包 使得检察官白忙一场 随后咸鱼来到一间密室 将企划部的座位图交给了深代 让其把用过的计算机数据全部复原 并永久销毁 却意外发现了一份奇怪的文件 研究后咸鱼发现 有人将顺扬的巨额资 转移到了海外的一家空客公司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咸鱼赶忙带着账本找到本部 部长听后不仅不吃惊 反而当众粉碎了这份文件 并警告咸鱼要想平安无事 就别多管闲事 随即咸鱼持续地离开 在路上正巧遇到新军 新军为那天无不发脾气 表示歉意 咸鱼第一次感受到尊重 于是拿出电脑的文件照片 把自己发现的事情如数告知 并提醒如果警方发现空客公司的存在 顺扬集团将难逃贪污逃税的罪名 他建议赶在警方发现之前 注销空客公司 然后将资产快速转到顺扬物产名 新军询问原始资料在谁的手中 他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搞 得知实情后 叫来本部长当场解除其职位 接着任命咸鱼为新任财务组 让他出国追讨 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金 看着如此器重自己的老板 咸鱼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 却没想到这只是阴谋的开始 男神宋仲基新剧 一开播就被人枪杀 等他再次醒来 竟意外重生到三十年前 成为含着金汤池的采发家小儿子 这孩子此时只有十岁 可体内却住着咸鱼的灵魂 而一场惊心动魄的复仇计划 也就此拉开序幕 不久前 咸鱼在公司发现了一个秘密账目 得知有人用空客公司将财产转移 会长得之后 承诺咸鱼只要能将海外资金追回来 本部长的职位便是他的 咸鱼表示会全力以赴 到达海外后 银行职员核对完信息 便将四十八亿回到了银行卡 咸鱼本以为大好的前程就在眼前 却不知危险即将发生 回去的路上 他察觉到自己被一辆黑车尾随 下一秒 黑车直接在前面的路口拦下了他 咸鱼意识到大使不命 带着资金拔腿就跑 来到街上准备向警察求救 却突然被一个孩子撞了一下 下一秒竟然浑身瘫软 倒在地上 等咸鱼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人带到了悬崖边 正在他疑惑之际 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 此人正是一直崇拜自己的小迷地 可此时他却一点往日尊敬的神情 一脸的冷漠地看着自己 咸鱼惊恐地询问对方为什么要这样 可换来的却是自己曾经教导对方的话 言语听后愤怒地起身 想要掐死对方 却无能为力 他质问是谁在背后指示你的小迷地 只说是需要这个的人 随后鞠躬示意后离开 咸鱼在百般不甘中被枪杀 可惊人的一幕随之出现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竟穿越到了三十年前 眼前自称他母的人 竟然是自己生前效忠过的 财华家的四儿子和他的夫人 而此时一辆黑色轿车时 在车上下来的人 正是顺阳集团的创始 这个已故的人 现在竟然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而他身后的这群人当中 谁又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宋仲基新剧一开播就冲上人搜 他本是财华家忠心耿耿地管家 成为顶级财华家的小孙子陈道骏 重生的这一天 恰巧是财华的六十大寿 贤宇看着财华家族的全家 上一世他对顺阳集团任劳任务 可以说对顺阳家族的事无所不知 可唯独想不起小儿子的任何信息 究竟陈道骏是怎么从陈家消失的呢 思考之际 贤宇发现新俊溜进了爷爷的书房 而新俊正是上一世中 对自己百般欺凌的财华会 他偷偷跟上去查看 却发现新俊在偷爷爷的东西 得意忘形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贤宇吓了一条 慌乱中打至了爷爷珍藏的花瓶 眼看四下无人 新俊将碎片塞进了贤宇手 并声称自己是顺阳的继承人 威胁贤宇替自己背锅 可如今的道具 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十岁小男孩 此刻他的体内住着贤宇四十岁的灵魂 面对老表的恐吓 贤宇发出轻蔑的笑声 问他是不是从小就这么糟糕 这话彻底惹怒了新俊 一个拳头就挥了过去 却被赶来的父母拦下 新俊当众贼喊捉贼 声称咸鱼打碎了爷爷的白词 却没想到咸鱼直接否认 并且从新俊的口袋里 拿出了他刚偷的东西 新俊气急败坏 狠狠将咸鱼打倒在地 关键时刻 财阀爷爷突然出现 将宝贝孙子新俊带到花瓶前 训斥他作为顺阳集团未来的记者 要学会控制情绪 不要肆意妄为 听到这话 贤宇瞬间响起 这和前世才华自撰写的一模一样 这一刻他确信自己真的重生了 下一秒他疯狂向外跑去 来到了一个平民窟的小餐馆 他看到了前世的弟弟和忙碌的母亲 此时眼泪夺眶而出 他鼓起勇气来到母亲面前 点了一份最怀念的汤饭 看着贤宇脸上的伤痕 前世的妈妈拿出了窗壳贴 这久违的温暖 让贤宇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这时财华妈妈突然赶来 看着眼前的两位母亲 她别无选择 只能跟随重生后的母亲 却意外发现前世的自己 依旧这一刻 嫌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利用这次重生 彻底改变自己穷困的命运 十岁的身体里 却住着四十岁的灵魂 一场蓄意的谋杀 让她重生到了三十年前 作为顶级财华家族的小孙子 为了复仇 她必须要得到财华的认可 可父亲因为娶了身为明星的母亲 成了对公司毫无用处的存在 婚后两人成了这个家族 最不受待见的边缘人 所以嫌于想要得到爷爷的重视 只能依靠自己 于是第二天 她独自来到爷爷家中 听见长辈们正在讨论大选之事 但却在纠结 应该支持哪个候选人 而拥有前世的记忆的嫌于 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于是借机上前跟爷爷的秘书说 自己起来赔偿花瓶 这让一旁的大伯们一脸失惊 他们好奇一个孩子 能拿出多少钱 嫌于直接伸出五个手指头 一口价五十亿 这个数字就连屋内的爷爷都感到震惊 就当长辈们纷纷训斥他小小年纪下时 嫌于对长辈们输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建议爷爷将资金投给 处于第三名的卢太渔身上 众人对道俊的言辞感到震惊 二波听了 更是嘲笑小屁孩不知天高地厚 而嫌于漠不作声 觉得自己差不多把花瓶价值的消息说完 便转身离开 可正在此时 电视上就报道了卢太渔成功竞选的消息 秘书赶忙跑到大门拦住嫌于的车 表示会长现在要立刻见他 来到办公室 爷爷仔细打亮着眼前的男孩 他好奇地质问嫌于 为何选择那位候选人 嫌于讲了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中国典故 他告诉爷爷 第一名和第二名都认为自己会赢 所以会斗得两败俱伤 这时候支持第三名的候选人 就能坐收于人之力 爷爷没有回应 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两个金鱼争斗之下 如何避免食欲之殃 反得渔翁之力呢 贤语听得一脸猛逼 到了晚上 他却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思路 原来老会长目光长远 用大量资金发展半导体事业 不曾想每日两国已经在这个行业领先 然而如果放弃研发半导体 那么之前所有的资金将全部打水漂 可如果继续坚持 风险又实在太大 贤语心里有了答案 于是赶忙给爷爷打句电话 却得知爷爷 此时已经飞往卡塔尔洽谈合作 而询问了回程日期之后 发现竟然就是上一时会长遭遇空难去世的日子 为了阻止爷爷登上事故飞机 他急忙给机场打句电话 指航班机 可对方在听他稚嫩的声音 以为是在恶作剧 情急之下 他拜托奶奶跟爷爷通电话 不料接起电话的人竟是爷爷的秘书 他让对方记下自己所说的遗迹 并请他务必转告爷爷 然而到了回程的日子 秘书却搞丢了那张纸条 最终爷爷还是登上了那架飞机 不一会 全家便收到了飞机空难的通知 就在众人抱头痛哭时 爷爷竟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里 原来爷爷在批阅文件时 意外发现了那张救命的纸条 于是他赶紧吩咐手下更换了航班 这才逃过一劫 聪明的嫌语 并没有直接写明这架飞机会失事 而是告诉爷爷 今天是收购半导体公司的最后人期 如果爷爷不能在下午五点前赶快 他将永远失去半导体公司的收购资格 爷爷当即决定在中转机场 重新换最早的飞机回收 也因此躲过了空难 次日劫后余生的老会长喊来贤语 表情十分诡异的滋味 小贤语自然不会说出实情 而是说 对话爷爷刮目相看 随后会长当着所有家庭成员的面正中宣布 今后家族的任何重要聚餐 都要带着贤语出席 至此 贤语的悲惨命运 从这一刻被彻底改写 无论是他的未来 还是道俊的人生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为财阀家的富三代有多爽 韩国第一男神宋仲基 穿越到三十年前 成为财阀家的小孙子 仅仅十年狂赚两百五十亿 而他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穿越重生 不仅在空难中救下了自己的财阀爷爷 甚至在爷爷要给他奖赏时 他居然指着一块满是臭水沟的荒地 面对如此简单的请求 爷爷爽快地直接给他买了五万元 万万没想到 十年后 这块荒地居然被开发 成了首尔最高档的小区 道骏瞬间坐拥两百五十亿资 成为最年轻的百亿富豪 看着眼前这一面墙的超胖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爷爷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么多情 爷爷打句道 是你运气好还是眼光好呢 按道如此会赚钱的孙子 才华洋洋得意 而道骏意外赚钱的是 上财发家的三兄妹惶惶不安 他们认为 年仅二十岁的道骏 竟然就有如此高超的赚钱能力 还深得才华的喜欢 这也意味着继承人的位置 很有可能会被道骏夺走 这让三个人的心里 都生起了一丝担忧 另一边道骏利用前世的记忆 一举拿下了不被看好的电影版 转得盆满钵满后 准备进军好莱坞 父子三人来到纽约 道骏一眼 锁定了不被看好的泰坦尼克号 而哥哥却反对 觉得这个电影不接地气 而且投资巨大 普通的票房根本保证不了收益 就在激烈讨论时 道骏发现 另一位具有独到眼光的人 同道合 男人很早就预测了这部电影 非常火爆 因此也早早开始了他的投资 徐定金一看 发现 对方竟然是韩国鼎鼎有名的投资大 无视虚 为了能够与对方联手投资 第二天 道骏找到了老鹏 可对方看见道骏一副稚嫩的母艳 直接无视了他 就在这时 电视机里播放了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 为了证明自己眼光 骏号来到男人面前告诉计算机 男人听了不屑一顿 道骏看男人的反应 郑重下怀 便要和他打赌 如果是自己猜赌赢了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交流的机会 随后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便潇洒离去 不一会电视里传来的是 计算机赢了人类的消息 老吴慌忙拿起纸巾 却发现联系方式 早已被水子全部进尸 赶紧起身追了出去 怎料下一秒 道骏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两人来到公园 老吴问道骏为何选择计算机 令他吃惊的是 道骏竟然将计算机的位 文景分析的头头是 这让老吴不禁拍手称赞 很快 两人制定了一个 令人疯狂的投资计划 原来道骏无意间 看到了一份收购计划 只要大伯能完成收购 就能顺利接替爷爷 成为新任会长 但爷爷规定最多 只有三千万的收购限额 贤鱼让老吴将收购金 提高到了五千亿 致使大伯错失机会 贤鱼也在此时 对这个曾经杀害自己的家族 展露獠牙 一个看过才华自传的穷小 被才华家杀害后 重生成为了他家的小孙子 在外人眼中 他是个简单的富三大 却不知他的内心 在策划着巨大的英语 这天道骏陪同爷爷 来到赛车现场 欣赏着顺阳集团 和大英集团的比赛 看着自家的赛车 遥遥领先 爷爷非常高兴 而此时的三女儿 却唱起了反调 他觉得顺阳的赛车 根本就是烧钱的无敌费 不光要提供高额的场地费 还要提供车队的支出 眼看情况不对 身后的伯伯们 以外面冷为贱 邀请财阀 进贵宾室观看 可三女儿 似乎是铁了心 想要刺激财阀 仍旧不依不饶地 追着质问 为何选择投资 赔钱的汽车 也不帮助女婿 当上国会议员 被财阀当众 浇了一盆冷水 告诫她 你是我唯一的掌上明珠 以后就好好当手上 那颗珠子就好 不要奢求太多 不属于你的东西 说完直接拂袖离开 此时的三女儿 则觉得自己 才不要做摆设 心里暗生了 一个可怕的计划 白发爷爷 紧张地看着窗外的比赛 看着自家赛车被赶超 老爷子满脸的愁容 道军安慰道 还有三圈 不到最后一刻 都不算真正的结束 这时大营的会长 正好到来 这个前世的传奇人物 和顶级才华的会面 也属于划时代的名场面 果然两个商业巨头 一见面 就是一阵唇枪舌 大营会长讽刺陈会长 想要进入汽车行业 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别为了奢侈的兴趣 搞得血本无归 陈会长则反讽大营会长 他听说大营集团 现今周转不太说 带寒道钢铁收购会 连名片都不敢递交 随后骄傲地介绍 自己的小孙子道军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了首尔最厉害的法律系 不料下一秒就被打脸了 自家生产的汽车 竟然在赛道里 突然发生自燃 提前退出了比赛 陈会长瞬间怒火中烧 这时大营会长 健庄立刻走过来 火上浇油 说自己有五个儿子 团结一心 而你却只有三个 却都是废物 你们顺阳汽车 永远不可能赢大营 对方的话 犹如一把尖刀 刺进爷爷心里 这时大儿子正好撞上墙 报告这事情 已经全部推脱干净 面对这种继承人 会长直接一巴掌 随后独自乘车离去 可是到了夜里 顺阳汽车的新车发布会 却迟迟不见才华踪影 众人慌了神 道俊主动说 自己能找到会 于是道俊 便凭借着前世 看过会长自传的记忆 来到会场的秘密基地 找到会长 他知道会长 每当遇到困难 都会在这里追回初心 因为这是他创业开始的地方 道俊的突然到来 让爷爷充满了怀疑 可气头上的爷爷 也并没有深究 只是在那 发泄着自己烦恼 家人都不理解 自己不惜吃鸡子 收购寒道钢铁 就是想壮大顺扬汽车 说着就要赶走道俊 而倒贴心地 将手电拿起来 为爷爷照亮 表示自己并不认为 爷爷对汽车的职业 是一种消遣 自己觉得顺扬汽车 就像引擎面 给爷爷提供动力 当年 爷爷曾经 仅靠一辆拖拉机 白手骑驾 对于爷爷来说 因为有了他才有了 今天的顺扬集团 正所谓知音难觅 爷爷听到这些有些类目 当即决定 回去参加新车发布会 爷爷站在演讲台上 慷慨激昂 讲解自己对汽车的理念 也引来全场的掌声 此时台上乐开花的爷爷 怎么也没想到 台下的孙子 心里竟策划巨大的阴谋 才华家的小儿子 在本集 迎来最惊天的逆转 熊小子从未来穿越过来 给自己的前世复仇时 却被仇人爷爷识破了身体 这天道俊偷偷约见 投资大亨王 准备争夺自家公司的收购项目 却被狗仔偷拍 很快这张照片 就传到了二伯收购 本就对家族继承人之位 基于已久的二伯 眼看孙子辈的道俊 都敢来抢继承权 于是二伯也壮着胆子 找到了会长的死对头 大英集团 准备吃巨资支持对方 拿下含道钢铁的收购 很快三大势力 集体抢购钢厂登上热搜 收购金额 更是被炒到了七千亿 随后他拿着照片找到会长 看到照片后的会长 行生迷离 当即决定亲自试探一下道俊 他来到道俊学校 在车上旁敲侧击地说 背叛都不会有好下场 看到俊表现平静 爷爷继续询问 奖励他的250亿资金 都花哪里 道俊谎称投资电影用光网 爷爷分开后 道俊赶紧来到酒店 和老吴碰他 却不料遇到了 在学校暗恋他的女生 此时的他正在酒店兼职打工 开门看到道俊 也是一脸羞涩 说这是送他的花 放下后便害羞离开 不料刚走又返回来 送给道俊一张餐饮券 道俊没当回事 接着和老吴商作战计划 丝毫没有注意到 花篮里闪烁着危险的光 俩人的对话 全被老会长听到 随后老会长生气地找来老吴 开门见山地问 躲在你幕后的老吴 是不是我的小孙子道俊 老吴大方承认 老会长脸色一变 可老吴却话风一转 说道俊投资的 不是钢铁公司 而是一家不知名的购物网站 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 网络购物可以取败实体店 最后两人意见不合 所以分道扬镳了 老会长听后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 老吴成会长抛出了一个 出众方法 真正背叛你的人是你 二子为了阻止大哥继承家族 铤而走险 与对手合作资助 大营集团参与收购 或使大哥的收购计划远潮预算 老会长瞬间猛了 而另一边 长子得知是弟弟和自己抢生意 他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便卖抵押所有股权之后 还差五百亿收购资金 就在他穷途末路时 也有用心的妹妹闯了进来 表示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成之后 必须帮自己的老公登上国会 两人一拍即合 最后长子花费七千五百亿 买下原本只值三千亿的钢铁公司 家族聚餐 老会长事 当众宣布大儿子以后 便是一家之主 听到父亲的认可 大儿子满含热泪 老二假惺惺的恭喜大哥 可大哥却没好气地说 多亏了你 我才能以高价得到收购权 并且老爸也知道 此时老二听后 瞬间吓尿了 与此同时 道俊和老吴 却在路边滩和庆宫 原来他早已发现 二伯秘密调查他 道俊将计就计 当着二伯的面 提到大英集团 诱导他去跟对方合作 更巧的是 爷爷送花篮时 服务员正是自己的大学女友 他将花篮装有窃听器的 写在了餐券上 于是两人顺水推舟的上演 一出合作中断的戏码 当会长找来老吴 老吴当即曝光了 二伯和大英集团的合作关系 使得胆小的大伯 在地位遭受威胁的情况下 重金拿下含到钢铁 让顺扬背负巨额债务 道俊可谓下得一手好戏 然而他的目的不仅于此 他利用前世的记忆 将资金全部投资了网购平台 短短一个月 收益率变到900% 很快金融危机到来 他决定给财阀家族致命的一击 宋仲基新剧的商战戏码 1997年底 韩国爆发金融危机 国家宣布破产 各个行业也面临着倒闭 作为第一集团的顺扬公司 更是首当其冲 才罚爷爷气冲冲的 咒骂着青瓦台的无能 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时 只有道俊静默地看着这一切 这正是他报复 杀害自己的才华家族的绝佳机会 很快道俊和老吴成立了一家 奇迹的投资公司 老吴满眼欣赏地询问道俊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会有外汇危机 所以才提前将250亿换成美金 并且还不远万里来到纽约 找到我进行各种危险投资 就是为了赚取巨额美金吧 就连青瓦台经界的前辈 都没能预测出来的事情 一个20岁的大学生 竟然能未卜先知 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能预知未来 道俊说去年 国家负债率和经济收入 相差7000亿美金 就连我这个20岁的大学生 都能看出问题所在 而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 却看不出来 这才是关键 此时此刻 道俊成为了韩国拥有美金最多的人 一旁的小秘书 满脸崇拜地看着这个小老板 与此同时 国内战 市场份额第二的亚真汽车 宣布扩展 已进入了政府接管程序 老会长说出了 要收购亚真汽车的想法 两个儿子听后 极力反对 他们觉得亚真汽车负债5000亿 简直就是个的烫手山域 老会长看着这两个废物儿子 简直都要被过气去了 老会长说 收购亚真不是选择题 而是顺阳唯一的活路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道俊也在 计划着收购亚真汽车 他安排老吴去洽谈收购事宜 因为他知道 爷爷肯定会收购亚真汽车 爷爷名下的顺阳汽车公司 常年作为国内汽车业的店 只有收购业界第二大汽车公司 才能不被重组 老吴提出疑问 面对两家收购公司 青瓦台一定会将收购 给经验资深的顺阳集团 而非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 而道俊对收购 表示顺阳不会收购亚真汽车 果不其然 另一边爷爷正在大发雷霆 原来顺阳为了能够收购 韩道钢厂 几乎是掏空了自家的资金 就连房地产都被拿去做抵押 老大责怪弟弟 当初要不是他暗中抬高收购金 也不至于导致 现在没钱收购亚真 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 此时的老会长 早已对他们失望至极 于是他决定兵出险招 他安排报社制造舆论报道 准备收购亚真汽车的奇迹投资 是来自美国的公司 这成功激起了 稀巴的民族不满和反抗 他们担心国家资产外流到 得知情况的道俊 飞快地跑去和老吴商量对手 道俊交代坚决不能让爷爷收购 否则爷爷不会留任劳工的 老吴得知道俊的目的后 当即决定分岛阳 穿越重生的才发小伤 竟然在自家公司聊起了未来大嫂 他慢慢向女人靠近 猝不及防地凑近他的耳旁 正期待发生什么的时候 道俊却突然扯下了 女人衣服上的吊牌 而这一举动不经意间 俘获女人的芳心 看来历史有可能真的要被改写 女人名叫牟贤明 是韩国第一报社会长的独身 这次是被父亲安排 与顺阳集团家的长孙连姻 抵达相亲地点后 爷爷介绍他们认识的 殊不知两人早已不是第一次见面 早在昨天新郡下飞机的时候 贤明主动找到他 表示自己不喜欢才华家族的联姻 要求对方赶紧解除婚约 并拿出新郡在国外花天酒地的照片 暗放他长得不行却玩得挺开 随即霸气离开 而老会长则是很看好这庄姻缘 正要进一步撮合两人的时候 却突然收到了紧急消息 他当即跟着秘书离开 原来会长本以为老吴会因为舆论风波 而被迫停止收购亚真汽车 那么自己就能以低价收购他 却不曾想半路又杀出一个大营集团 现在正高价收购亚真汽车 他赶忙准备和股东们商量对策 他问小孙子最近有没有 和老吴合作收购亚真汽车 道骏谎称早就和他断绝业务往来 爷爷告诫道骏要远离老 并说老吴保留劳工的理念实在愚蠢 然而道骏第一次和他顶了嘴 道骏认为保留劳工可以提高生产力 这才是爷爷所谓的正道经营 说完后立马找到老吴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并用全球十大汽车公司的换取 与老吴的继续合作 但条件是必须让爷爷留下亚真的劳工 经过道骏苦口婆心的肯定 老吴最终答应了 原来道骏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收购亚真汽车 是因为前世的父亲是亚真公司的公主 财阀收购后便解除劳工 导致劳工们罢工示威 父亲惨遭保镖殴打 这一幕被母亲看到后突发心梗离世 所以为了不让悲剧再度重演 他必须改变历史 这时老吴找到老会长 并开出了让爷爷无法拒绝的条件 那就是奇迹投资公司 会承担所有收购资金 事成后自己只要17%的股份和留任老吴 这个要求最终爷爷心动了 正对面唱歌呢 童年 这句话让老会长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顺阳集团成功地收购了亚真集团 这天老会长在收购会上激情的严调 并兑现了对老吴的承诺 听到这一消息 道骏前世的爸爸也在电视前欢呼雀怯 道骏开心不已 他认为改变了历史 于是赶紧来到家门口 却看到了门口为死者点亮的长鸣 瞬间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忐忑地走进屋里 却看到母亲的一项被摆在了桌上 明明自己改变了历史 可母亲为什么还是去世了 穷小子意外重生回到了20年前 本想通过改变历史救下自己的母亲 却发现母亲依旧离世了 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写吗 他颤抖地问母亲是不是死于心梗 然而邻居的回答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母亲去世的原因竟然是自杀 道骏绝不相信母亲会做这种事情 发誓要彻底查清原因 他发疯般跑到母亲经营的小店 打开了小店门准备开始翻找证据 却在桌子上看到了自己优异的成绩单 回想起家里负债累累 自己却说要上大学 许诺毕业后百倍地回报给父母 可却忽略了母亲脸上窘迫的神情 为何不直接给母亲一些钱呢 现在后悔也晚了 回到车内一翻查看 发现了母亲 整理的一本关于顺扬科技股票的情报 接着道具打开母亲所有的存折 发现母亲借了很多高利贷 投资这只股票 她笃定一辈子对钱没有过度欲望的母亲 绝不会这么做 于是她来到图书馆 查阅了关于顺扬科技的相关信息 回到公司和老吴分析原因 却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顺扬科技因为经营不善 成为了顺扬集团有名无实的子公司 道具不理解母亲 为何会投资即将倒闭的公司 而更奇怪的是 有一个海外投资公司在低价市卖 又在高价跌停前卖出 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 随后 道具又拜托老吴去调查这家海外公司 惊奇地发现 这个海外公司竟然是 顺扬的秘密资金库 顺扬财务高管 用秘密资金 购买顺扬科技的股 在找人散播谣言 票肯定大涨的消息 并在股民投资全部加档后 又迅速跌价停牌 导致散户被骗的血管回归 而老会长靠这种方式 顺利赚取900亿 得知真相的道具 气势汹汹地找到一个 质问他 究竟是不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 老会长说 这都是受了青瓦台决策的影响 这样做才能有最小的损失 会长不明白 身为金汤池的道具 为何会关心底层平民的损失 并提醒道具 不要对外人说这些话 不然就成了猫哭耗子 假慈悲了 会长以为道具 开始插手集团的事 是不是对继承顺扬有兴趣 道具连忙否认 表示自己从没想过继承顺扬 从办公室出来 道具看着门口股民们 抗议的画面 一阵心酸 突然在人群中 看见失魂落魄的母亲 道具悄悄地跟在身后 只见母亲看着远处顺扬的广告牌 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满是破洞的旧衣扇 下一秒 竟冲向急速驶来的汽车 原来这就是母亲真正的死因 大屏幕写的正道经历 暴君顿时觉得无比讽刺 他发誓 一定要让裁罚爷爷血债血肠 裁罚家的小儿子 终于迎来了最为高能的一级 爷孙俩正式摊牌 就在刚刚 道具发现 裁罚爷爷 竟渐渐害死了自己前世的母亲 他对裁罚家族的恨意 又增加了几十倍 这天裁罚会长 带着长孙陈兴俊 来到了垃圾山上 他告诉满脸嫌弃的长孙 这片土地 会在日后 会被修建成首尔的侍占 他让兴俊接管这里 参与这块地的竞标 得知老会长 准备收购这块地后 道具当即决定 抢下这块地的收购权 他告诉老吴 他将在这块土地上 建造独一无二的娱乐传媒城 并表示寒流将在不久席卷全世界 眼下就是要先拿下 首尔新城的开发权 那就必须要得到市长的帮助 裁罚爷爷盯着手足 三位热门市长候选人照片 云淡风轻地询问 兴俊选谁 而另一边 道具选择的竟然是自己的姑父 土汤池出身的姑父 自从成为顺阳家族的坠血 在家里毫无地位可言 当晚作为首尔当地的精英检察官 姑父在饭桌上提出 想要参加首尔市长大选的竞选的想法 当即遭到裁罚爷爷的强烈反对 要强刁蛮的姑姑当众放下狠话 这对道具无疑是个好机会 于是他安排老吴借着晨跑的机会 老吴对姑父一顿彩虹屁 表示他们会奇迹公司的名义 来提供他参选首尔市长的资金 条件就是要拿到新土地的开发权 姑父一脸震惊 面对如此大事 身为巴尔多的姑父 当即找到姑姑 姑姑看着道具提供的巨额 资金 还有详细的当计计划最终同意了合作 随后姑父便在老吴的协助下 成功查封了存在违规的第二建设公司 不仅让道具成功低价收购 还让他在公众面前 树立了正义使者的形象 迅速成为市长候选的热门人选 很快 老会长通过新闻得知了这个消息 本就厌恶政界官员的老会 长期的血压飙升 他联系女婿所在的党派施压 让其取消姑姑的内选资格 很快 得到消息的姑姑 气急败坏地来到别墅 准备去老爷子兴师问津 不料被道君半路拦下 一番商讨过后 姑父独自带着锦囊庙记进入别墅 他以顺杨家肮脏的钱权交易为筹码 要挟岳父不要阻挠自己竞选一事 果不其然 对方做出了让步 几天后市长竞选结果出来了 姑父成功赢得了市长竞选 然而就在老爷子还在洋洋得意 自己女婿当上市长了 那开发权也会唾手可得 长孙兴俊却告诉他 首尔新城的开发权已经被第二建设抢走了 老会长当即命人把女婿叫过来兴师问罪 这次以市长的身份再次踏入别墅 姑父已不似从前的唯唯诺诺 而是一脸正气地来到岳父面前 表示自己公务繁忙 有啥话就在这说吧 老会长强忍怒气 他缓缓走上前 恶狠狠地质问女婿 你背后的家伙是奇迹投资公司吗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询问 姑父硬气的 这么慢操心你们的 有时去市政大楼找他 吃了憋的老会长开始了反击 这天监察厅来到奇迹公司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请到了地检署 查审讯室内 老会长身边的秘书出现了 他让老五把奇迹公司 真正的老板带到老会长面前 到晚老爷子来到一处茶楼 等待一直与自己暗中较近 幕后之人的到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孙子 穷小子意外重生 回到了二十年前 本想通过改变历史 救下自己的母亲 却发现母亲依旧离世了 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写吗 他颤抖地问母亲 是不是死于心梗 然而邻居的回答 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母亲去世的原因 竟然是自杀 道俊绝不相信母亲 会做这种事情 发誓要彻底查清原因 他发疯般跑到母亲经营的小店 打开了小店门 准备开始翻找证据 却在桌子上 看到了自己优异的成绩单 回想起家里负债累累 自己却说要上大学 许诺毕业后百倍地回报给父母 可却忽略了母亲脸上窘迫的神情 为何不直接给母亲一些钱呢 现在后悔也晚了 回到车内一番查看 发现了母亲 整理的一本 关于顺扬科技股票的经报 接着道具打开母亲所有的存折 发现母亲借了很多高利贷 投资这只股票 他笃定 一辈子对钱没有过度欲望的母亲 绝不会这么做 于是他来到图书馆 查阅了关于顺扬科技的相关信息 回到公司和老吴分析原因 却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顺扬科技因为经营不善 成为了顺扬集团有名无实的子公司 道具不理解母亲 为何会投资即将倒闭的公司 而更奇怪的是 有一个海外投资公司在低价市卖 又在高价跌停前卖出 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 随后 道具又拜托老吴去调查这家海外公司 惊奇地发现 这个海外公司竟然是 顺扬的秘密资金库 顺扬财务高管 用秘密资金 购买顺扬科技的股票 在找人散播谣言 到肯定大涨的消息 并在股民投资全部加档后 又迅速跌价停牌 导致散户被骗的血管回归 而老会长靠这种方式 顺利赚取900亿 得知真相的道具 气势汹汹地找到一只 问他 究竟是不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 老会长说 这都是受了青瓦台决策的影响 这样做才能有最小的损失 会长不明白 身为金汤匙的道具 为何会关心底层平民的损失 并提醒道具 不要对外人说这些话 突然就成了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会长以为道具 开始插手集团的事 是不是对继承顺扬有兴趣 道具连忙否认 表示自己从没想过继承顺扬 从办公室出来 道具看着门口股民们抗议的画面 一阵心酸 突然在人群中 看见失魂落魄的母亲 道具悄悄地跟在身后 只见母亲看着远处顺扬的广告牌 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满是破洞的旧衣衫 下一秒竟冲向急速驶来的汽车 原来这就是母亲真正的死因 大屏幕写的正道经历 暴君顿时觉得无比讽刺 他发誓一定要让财伐爷爷血债血肠 财伐家的小儿子 终于迎来了最为高能的一级 爷孙俩正式摊牌 就在刚刚道具发现 财伐爷爷竟渐渐害死了自己前世的母亲 他对财伐家族的恨意又增加了几十倍 这天财伐会长带着长孙陈兴俊 来到了垃圾山上 他告诉满脸嫌弃的长孙 这片土地会在日后会被修建成首尔的市中心 他让新俊接管这里 参与这块地的竞标 得知老会长准备收购这块地后 道具当即决定抢下这块地的收购权 他告诉老吴 他将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独一无二的娱乐传媒城 并表示寒流将在不久席卷全世界 眼下就是要先拿下首尔新城的开发权 那就必须要得到市长的帮助 财伐爷爷盯着手足 三位热门市长候选人照片 云淡风轻地询问新俊选谁 而另一边 道具选择的竟然是自己的姑父 土汤池出身的姑父 自从成为顺阳家族的坠雪 在家里毫无地位可言 当晚作为首尔当地的精英检察官 姑父在饭桌上提出 想要参加首尔市长大选的竞选的想法 当即遭到财发爷爷的强烈反对 要强刁蛮的姑姑当众放下狠话 这对道具无疑是个好机会 于是他安排老吴借着晨跑的机会 上前搭闪 老吴对姑父一顿彩虹屁 表示他们会骑骑公司的名义 来提供他参选首尔市长的资金 条件就是要拿到新土地的开发权 姑父一脸震惊 面对如此大事 身为巴尔多的姑父 当即找到姑姑 姑姑看着道具提供的巨额 资金还有详细的当地 计划最终同意了合作 随后姑父便在老吴的协助下 成功查封了存在违规的第二建设公司 不仅让道具成功低价收购 还让他在公众面前 树立了正义使者的形象 迅速成为市长候选的热门人选 很快 老会长通过新闻得知了这个消息 本就厌恶政界官员的老会 长期的血压飙升 他联系女婿所在的党派施压 让其取消姑父的内选资格 很快 得到消息的姑姑 气急败坏地来到别墅 准备去老爷子兴师问费 不料被道君半路拦下 一番商讨过后 姑父独自带着锦囊庙记进入别墅 他以顺阳家肮脏的钱权交易为筹码 要挟岳父不要阻挠自己竞选一事 果不其然 对方做出了让步 几天后市长竞选结果出来了 姑父成功赢得了市长竞选 然而就在老爷子还在洋洋得意 自己女婿当上市长了 那开发权也会唾手可得 长孙新俊却告诉他 首尔新城的开发权 已经被第二建设抢走了 老会长当即命人 把女婿叫过来兴师问罪 这次以市长的身份 再次踏入别墅 姑父已不似从前的唯唯诺诺 而是一脸正气地来到岳父面前 表示自己公务繁忙 有啥话就在这说吧 老会长强忍怒气 他缓缓走上前 恶狠狠地质问女婿 你背后的家伙 是奇迹投资公司吗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询问 辜负硬气的 这么慢操心你们的 有事去市政大楼找他 吃了憋的老会长 开始了反击 这天监察厅来到奇迹公司 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他请到了地检署 查审讯室内 老会长身边的秘书出现了 他让老吴把奇迹公司 真正的老板 带到老会长面前 到晚老爷子来到一处茶楼 等待一直与自己暗中较劲 幕后之人的到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孙子 财阀家的小儿子 最新一级终于来了 年过七十岁的财阀爷爷 被二十岁的小孙子 耍得团团转 老财阀声嘶力竭地咆哮着说 你以为这么做 就可以取代长孙继承顺阳吗 道俊一口否认 表示自己的目的 是用自己的钱买下顺阳 老会长瞬间蒙了 嘲笑道俊 你以为买下一个集团 就和买下街角的糖果 一样简单吗 道俊说 我知道顺阳是您用付出无数的汗血 一手打拼出来的 可以为你遵循的长子继承 所以大伯会继承顺阳集团吧 可你一直犹豫不决 是因为大伯继承了你的血脉 却没有继承你的经营能力 所以并没有将继承股权交接 老会长此时陷入了深思 他缓缓地倒了一杯茶 提醒道俊 别忘了我提醒过你们 背叛我的人没有好下证 并让他赶紧回学校准备司法考试 老吴那边 他会安排在号里面 想几年轻 道俊并没有说话 而是拿起了茶壶 倒上一杯茶 淡定地表示 自己愿意用首尔新区的酒千平地 作为交换 换取老吴的自由 老会长嘲笑说 一个行贿的奇迹公司 一个收受贿赂的市长 双双下马 首尔新区的收购权 自然就收入囊中了 道俊云淡风轻地说 为了土地开发权 进行行贿的 是陈养着您的小孙子 而您的长袭 利用非公开的 信息进行炒地皮 行贿的人 还是您的市长 那世人会觉得 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老会长您指示 这让底气十足的老会长 彻底慌恶 道俊说 现在国家服饰不动产 那以后 顺阳就告别所有建设项目了 老会长紧握拳头 但最终还是妥协 被放出来的老吴 看着运筹为我的道俊 不由发出了怀疑 说实话 你是不是四十岁了 又或者 你现在是经历了二次人生 宋仲基新剧 财阀家的小儿子 本集迎来惊天反转 看到最后 绝对惊掉下巴 自从道俊在爷爷面前 摊牌自己身份 爷孙俩的博弈 也就正式开始 道俊这边找到市长姑父 姑父第一次 违抗财阀的命令 大获全胜 心里一股浓烈的成就感 并从心里 对道俊由衷的敬佩 道俊则趁势 当即给姑父画了的大笔 邋遢到首尔地图面前 说自己会把首尔新成 开发成高端科技化的 数字媒体上 届时在民众的支持下 您当上首尔总统 就指日可待 这一瞬间软饭姑父 心潮澎湃 另一边的爷爷回家之后 十分生气 直接找大儿子 心事问作 没想到年过半百的大步 竟还要下跪认错 在门外看到这一幕的新俊 不由一阵心动 因为非法炒地皮 是他出的主意 父亲却为他背了锅 父亲让新俊 以后做事再三小心 不能再让爷爷失望 第二天爷爷找到四儿子 上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 当初你主动放弃顺扬 说要专门搞电影事业 并且承诺此生断绝 和顺扬的一切关系 如今怎么好意思让你儿子 来替你实现春秋大梦 甚至还望下狂言 要买下整个顺扬 现在把公司 百分之二的股份给你 这是到此为止 以后不要再让你儿子 过来乞讨 回家之后 老会长找到长孙新俊 准备两人联手对付道具 于是第二天 奇迹办公室内 女秘书接到通知 之前决定 入住数字媒体城的 有线电视台和电影公司 宣布取消了入住合约 道具立刻意识到 这是爷爷在回应 自己之前的宣战 因为只有顺扬集团 才有这样 就在道具一筹莫展时 市长姑父打来电话 表示已经知道 媒体公司无法入住的事情 为了自保 他威胁道具 如果在动工日之前 还找不到有意进驻的电视台 自己会将开发权转交给顺扬介绍 这让本就困难的道具 更是雪上加霜 原来姑父已经跟新俊 达成了合作 他激动地拍着新俊的肩膀说 以后自己会竭尽全力帮忙的 没想到 新俊完全没有把市长姑父放在眼里 而是展露出 跟裁发爷爷一样的气势 讽刺姑父到现在 还搞不清楚状况 如果这次搞砸了 开发新媒体城的事 他将会成为上任时间 最短的首尔市长 苦等一周的宋总 新剧裁发家的小儿子 最新剧情终于来了 男人深夜约见自己的大嫂 突然电灯疯狂闪烁 爆炸开 男人眼急手快 一把将贤敏拥入怀中 两人四目相对 暧昧的气氛 顿时蔓延开来 言明之所以说出这种话 是因为他发现了道具 就是奇迹的大股东 与其被家族安排 和他的花花公子表哥联姻 还不如选择极具潜力的道具 于是贤敏主动约道具 来到此处 主动提出 会将自家的四个电视频道 外加一个闲城日报 注注道具的数字媒体城 而他唯一的条件 便是让道具娶她 而道具在大嫂的绝对诱惑下 拒绝了她 表示自己不想 臣服在别人脚下 这么好的机会 老铁门会拒绝吗 道具的拒绝 让大嫂感到十分不熟 从小到大 身为校花的贤民 身边追求者不断 还是第一次 被个二十岁的矛头小 于是 他转头就给顺阳长孙 陈兴俊打去电话 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一边的道具 和老吴边喝边喝 该如何打破公司 如今面临的窘境 老吴跟他说 自己在每次投资前 一定要看一下小超 而这张小超 就是街上的招牌 因为招牌代表市场的趋势 消费者需求和产业未来 就好比现在 街上新装的招牌 都是网卡 年轻人整天泡在网吧里 甚至一天到晚不回家 这一句话就点醒了道具 90年代 正式网游腾飞的时候 他想起了网吧 作无虚习的盛况 当下正式推广网络游戏 直播和电竞赛事的最好节奏 如果他们能拿下这个项目 入住媒体 这将会比之前的计划 更上一层楼 然而正当他准备 大展拳脚的时候 却被父亲叫回了家 父亲告诉他 爷爷将顺扬音乐 以及顺扬公 一并赠予给了自己 目的是为了阻止道具 不能在家 顺扬的一分一毫 道具本以为父亲 是来劝自己收手 但没想到 一直不想参加家族 继承纷争的父亲 竟然让道具放手一搏 同时他收购了一个 足以入住 数字媒体城的电影台 准备助儿子一臂之力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 他告诫道具 不要变得像顺扬陈家人一样 眼里只有丽颖 没有亲戚 同时又叮嘱老公 一定要守护好道具 不要让任何人 伤害自己的儿子 此时的道具 非常感动 这也是他重生来 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和 过很快两件事的发生 即将计划这场 继承的分争 这天爷爷收到 新郡和县城日报的 千金的结婚节 爷爷异常开心 准备将集团股份 在喜宴上转让给新郡 这让一帮 各怀鬼胎的子女 都感受到了继承的危机 与此同时 这个撑起顺扬集团的老会长 却查出身患绝症 他独自来到了秘密基地 爬上了当年 他事业起步的那一辆货车 此时的他 不得不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 宋仲基的新郡 真是越看越少 女人上一秒还在婚礼上 和开心地拍照 下一秒却被富三代老公威胁 殊不知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原来新郡在求婚前夜 无一间看到了贤明 和道俊私底下约会的话 他的眼里充满怒气 仿佛要吃人一样 可他并没有揭穿 因为只有和贤城日报的千金 进行联姻 他才能继承爷爷的顺扬集团 贤明质问 是真的喜欢我吗 新郡突然诡异地大笑起来 嘲笑贤明自作聪明 以为所有人都会喜欢他 被伤了自尊的贤明 将皇冠摔在地上 准备当场取消婚约 而新郡不定 贤明为了守住 贤城日报独生女的商业家 绝对没有临阵脱逃的勇气 不出所料 最终贤明还是站上了婚礼舞台 就这样为了家族 也为了自己的野心 两个互不喜欢的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成为了夫妻 此时也不得不说 这两人的演技是这样 这时 台下的二儿子 突然拿出一份资料 交给老会长 里面正是新郡挪用公款 炒地皮的证据 老会长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警告自家老二 在老大坐牢期间 新郡可是自己带大 对自己而言 他是独一无二的长孙 此刻老二终于认清了现实 在父亲心中 顺阳长孙继承志 是根深蒂地皮 任谁都无法打破的 仪式结束后 大家正在拍全家 道郡姗姗来迟 很巧野孙俩被安排站在了一起 道郡说自己错了 他已经放弃了 买下顺阳的想法 老会长还在沉浸在 胜利的喜悦中时 死对头 大姨会长却突然登门拜访 他告诉老会长 很快就能从顺阳手中重新 多亏物流第一的头衔 还得多亏你们家小孙子的帮忙 原来就在昨天 道郡来探望大病出狱的朱会长 开门见山地说 想给朱会长一只条命 朱会长显然不会相信 死对头的孙子会帮助自己 于是道郡打开电视 电视上这家购物品 倒正在对外出售 他告诉朱会长 现在年轻人都习惯通过电视购物 但电视上购买的商品交货时 还是需要的是线下的物流公司 如果大营 能同时拥有电视购物频道 和物流公司 可谓是一举两个 大营集团 成为全国首区一指的物流产品 只日可待 朱会长接受了道郡的好见 立马决定入住数字媒体城 老会长听完脸都绿了 气哄哄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道郡独自找到新郡 不料新郡一副胜利者的姿 讨笑道郡不自量力 竟有胆量与顺阳作对 不料话音刚落 就接到秘书电话 数字媒体城的开发权 也被人抢走 而夺走之人 正是道郡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新郡瞬间欺诈了 将手机摔在地上 随后的家族晚宴上 爷爷说 要送给长孙一份结婚礼物 新郡难言喜悦的心情正当 所有人以为 那是一份股份转让 可他万万没想到 打开袋子一看 竟然只是一张人事调动命令书 爷爷宣布 将新郡去最偏远的 顺阳物流仓库上班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 瞬间呆住 爷爷认为 他应该承担非法炒地 和数字媒体 成竞标失败的后果 接着 他更是说出了 让人瞠目结舌的发言 以后 顺阳集团不再有 只能长子继承这回事 而是由最有能力的 那个人获得 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 新郡再也压制不住 心中的怒 一把摔碎酒杯 气冲冲地走向道郡 他知道这一切 肯定都是他倒的鬼 然而当他狠狠揪住道郡 准备大打出手时 大嫂却突然晕倒了 新婚之夜 新娘不仅装病 还给了新郎一个巴掌 而贤明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刚刚家族宴会上 新郎准备去奏自己的表弟 新娘告诫他作为顺阳的长孙 你一旦当众做出荒唐的事 那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然而新君面色阴冷 让他以后不要自以为是 当下新婚洞房才是关键 同时刚刚的那一巴掌 就当他给妻子 新婚之夜的火热前奏 此时贤明十分后悔 自己赌错了人 可谓是自食其果 另一边回家之后的老会长 看着全家府里的道俊 回想起在拍照时 对自己撂下的很 拥有自己年轻时候的风范 也因此改变了老会长心中 继承人的人选 因为道俊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老吴前来祝贺他 道俊对他说 好戏才刚刚开始 现在 所有人都有机会 成为了顺阳的主 这将让他们的丑陋逐一显露 而他们暴露之时 正是我们趁虚而入之际 第二天一早 秘书就把三兄妹叫到一起 老会长为了考验几个子女的经营能力 现在将顺阳集团 旗下的公司 重新进行了分配 最赚钱的顺阳物产 和电子公司 同时提升二伯为副会长 并让他负责 旗下的顺阳的重工业 以及化学 至于姑姑 则负责顺阳摆载 潘营以及物流公司 托林姆公司 单独合成顺阳流通集团 三兄妹虽然有些不 但也只能欣然接受 秘书称 这是陈老爷子 给他们展现能力的机会 谁能做出好成绩 那以后 就会成为顺阳集团的继承人 但接手了顺阳物流的姑姑 却非常不说 因为要分割母公司 所以就得先处理母公司 和顺阳物流之间的股份 合债 也就是说 他需要先支付 4000亿的债务 给两位哥哥 才能顺利拿到公司 恰好姑姑最近 因为之前的收购案 债务缠身 银行贷款恶度 已经用完 他像无头苍蝇一般 先是找二哥借钱 哥哥借口周转不开 再找大哥软磨硬泡 对方则更是让他 直接把业务还给父亲 无计可食之时 姑姑想起了 号称 最有钱的奇迹投资公司 碍于面子 姑姑先找到了老吴 准备向老吴 寻求4000亿的帮助 老吴要求 以顺阳百货 30%股权作为抵押 姑姑虽然心中不情愿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 姑姑没有多想 就签下了 借贷抵押协议 老吴让他放心 称这个只是 既放在他这里 还清所有债务 就可以归坏 由此一来 有了奇迹公司的帮衬 姑姑的百货公司 很快迎来了转机 老吴认为 道军这么做 是为了当上 顺阳的继承人 可其实 道军真正的命运 是让财发家的这些人们 为了顺阳继承人这个位置 开始手足相残 话音刚落 老吴和秘书 分别接到了大伯 二伯打来 找道军的电话 原来他们知道 姑姑抵押了 顺阳百货 30%的股份 想要购买回股份 怎料老吴狮子大开口 伸手就要四倍的价格 此刻 二哥意识到 老吴另有所图 另一边 道军看着新闻 若有所思 他知道顺阳的战争 才刚刚开始 才华家的小儿子 最新一集 太精彩 男人不经意的一个举动 竟然让才华姑姑 倾家荡产 这天 道军无意间在监控里看见 妈妈竟然在当人体模特 道军不敢相信地 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 原以为姑姑邀请母亲 使来当时尚总 却不曾想 竟是个任人百步的模特 母亲也曾是 宏极一时的国民女神 此时 却被人指指点点 见母亲受辱 道军转身就要出去找妈妈 却被突然进来的姑姑拦住 道军对姑姑表里不一的行为 十分不满 姑姑大声侮辱道 你父亲是个私生子 母亲是个绯闻不断的明星 今天 他之所以故意让道军母亲受辱 只为让道军认清现实 不要妄想当顺阳的继承人 不料这个举动 彻底惹怒了道军 他决定要给目中无人的姑 一个狠狠的教训 回到自己的公司 道军将爷爷赠予姑姑的公司 罗列了出来 这时道军心里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结果 道军锁定了一家 Data科技公司 上一世的记忆中 这家公司的股价 连续创下 狂涨200倍的辉煌业绩 短短6个月增幅200倍 不过 又在半年后 98%幅度又跌落回原点 换句话说 此企业虽然会暴涨 姑姑一只股票 最近在封场 自己的奇迹公司 也买了不少 股价从1500元 一周内涨到4万 依据目前的涨势 甚至可能会到4万 这则消息 让姑姑两眼放光 当即命令助理 私自挪用公款30亿 准备先试试 随后老吴打电话 提醒姑姑 务必要在股价 4万块的时候卖出 不要贪心 可在道军的印象中 这只股票 会涨到恐怖的30亿 到时候 没来得及卖出的所有人 都会倾家荡产 老吴也是不明白 咸鱼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其实 他只是为了放长线 果然没多久 股票就真的疯涨 姑姑一夜间 赚到了120亿巨款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股票在他卖出后 却依然不停地涨 这种到手的肥肉 却有亲手放走的感觉 让他近乎抓狂 他悔恨自己 不该轻易听老吴的建议 此刻的他 已经没有心思工作 而是一门心思地 盯着股票下来 好赶紧买进 隔日 道骏以催债为由 故意来到姑姑公司 暗示姑姑 有有人故意操纵股价 而对方似乎要将股炒到30万 姑姑一听 但现在买入 岂不是还能赚不少的钱 道骏见他动心了 趁势又添了一把火 得知自己的两个哥 都想得到百货公司的股权时 姑姑立马慌了 他让秘书将账上的1450元 全部购买股票 而他万万想不到 这无脑的举动 让自己彻底掉入了 道具的陷阱之中 才华家的小儿子 最新一级全程高能 女人本是身价千亿的财华千金 却被小侄子搞得倾家荡产 在千禧年的前一天 电视机报道 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由于计算机的故障 可能导致误发核弹等相关问题 弄得人心惶惶 各大企业纷纷争相报道 无需赔偿末日损害的合法性 老会长在道具的建议下 反其道而行 发布了末日无下限的赔偿证 这一点深受媒体及顾客的关注 随着千禧年终声的敲响 没有世界末日 道具说我又帮您赚了一百多亿 这次不仅为顺阳集团 树立了新的企业形象 并且还免费给顺阳打响了广告 老爷子露出一脸宠密的目光 询问道具想要什么奖励 买一包就再要到武器 而另一边 在股市中沉迷自我的姑姑 又大胆地挪用了一千四百亿 买入了股票 随着股市的崩盘 姑姑一下子赔得血本无归 在这一刻 他真想一死了之 与秘书劝解他赶紧振作起来 趁着挪用公款的事 只有两人知道 赶紧想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地补上这个库 殊不知 另一边的道具 直接来了个腹底抽薪 第二天 就像已是检察官的大学同学名 检举了姑姑挪用公款的事 于是当天 检察官就来姑姑名下的顺阳百货公司 进行了清查 姑姑瞬间慌了 她第一时间去找市长老公求 想让其给检察官的晚辈们 打声招呼 放弃对自己的调查 大发雷霆 表示现在如果有钱 还会落得如此田地吗 并起身 趾高气扬地对老公说 你现在是首尔市长 必须帮我处理好这件事 否则 当初浪费那么多钱 让你当上首尔市长 有什么用 这句话 让一向懦弱的姑父发飙了 她指着姑姑的鼻子 气愤地说 你之前撒娇卖萌妆可爱 我都能忍 如今这是触犯到法律了 我现在是首尔的市长 下届总统的候选人 要是这件事情 不能完美解决 影响到我的政治生涯 那我们只能离婚收场吗 第一次见老公这样 姑姑吓得腿都软了 可她还是不敢去找才华父亲 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找到老巫 想要再跟她借1400亿救急 没想到老巫一口就答应了 但有一个要求 就是拿她私下 25%的股份作为交换 姑姑直接拒绝 因为不久前 她才拿出30%的股份作为抵押 如果同意了 那顺扬百货 不就直接变成奇迹公司的 她将抵押合同 扔在老巫脸上 叫她不要妄想拿走55%的股份 说着便气冲冲地准备离开 恰巧此时 道俊走了进来 一直看不起道俊的姑姑 又换上了一副谈媚的嘴脸 开始跟道俊打感情 但是道俊一脸单纯地告诉姑姑 公司是老巫说了算 并劝姑趁着股价跌得更惨 之前抵押了25%的股份 被拒绝的姑姑 落寞地回到办公室 没想到二哥已经再次等候多时 她告诉妹妹 这一切都是道俊和老巫设下的信 并说会借钱给她摆脱困境 姑姑刚要感激提灵 没想到 二哥竟然说让她把股份卖给自己 因为给她总比落入到俊 手里强姑姑气愤地用高跟鞋 狠狠地踩在二哥脚上 没想到自己的哥哥 竟然会落井下石 走投无路的她 最终还是找到了父亲 希望父亲可以帮她渡过难关 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了道俊 但老会长是个明白人 走到这一步都是她旧游自取 并告诉姑姑不会帮助她的 现在顺阳版 早已从顺阳集团分割出去 现在如果拿钱给你 也是不知罪 难道要我一把年纪 跟你一起进局子吗 走投无路的姑姑落魄地走出豪宅 这时大嫂叫住了她 并告诉了她至关重要的秘密 财阀家的小儿子 开拨以来迎来反转最大的一击 大嫂竟和姑姑联手对付道俊 最后结局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就在刚刚 走投无路的姑姑 求财阀父亲救救自己 不料财阀父亲表示 一毛钱都不会给 失落的姑姑正要离开 却被大嫂叫住 并说负责此次案件的检察官 正是道俊的大学同学徐敏 随后姑姑来到警局做笔录 敏英询问她是否承认 利用空客公司 罗用了顺阳百货的1400亿公款 此时的姑姑 用耐人寻味的眼神 看着敏英 表示这都是不实检举 并挑拨离间的嘲笑说 道具意图接近 你这个傻白甜的新任检察官 就是为了利用你来调查我 从而操纵顺阳股市 并在暴跌的时候买进股 这属于什么 敏英说如果情况属实 那就属于商业诈骗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姑姑难言喜悦 此时同事打来电话说 经过调查 发现顺阳设计并非空客公司 由此姑姑没有用公款的嫌疑 被洗清 姑姑见识 再次强调自己这次是受害者 被传唤的人 应该是那位举报者 而姑姑这次之所以能够顺理脱身 全靠大嫂的出谋划策 使得局势扭转 姑姑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警囊妙计 大嫂表示 请了娘家的顾问律师帮忙而已 而且自己是最了解道俊的野心 还拥有一切备受老会长宠爱的条件 所以顺阳容不下这样的人存在 否则其他人难以生存下去 最毒妇人心 站队大嫂的现在肠子毁 与此同时老吴百思不得其解案 照道俊的计划 姑姑应该早就调查结束 为了避免接受惩罚 肯定会第一时间来奇迹公司借 可现在却没一点动静 万万没想到 此时姑姑早就无罪释放 并且自己早已引火上身 徐敏英暗中调查了奇迹公司 确实掌握了顺扬百分之三十股份 而奇迹的大股东正是道俊 难道一切真如姑姑所说 深夜他约出道俊 好奇地问对方为何要找自己检举 明明比自己有能力的检察官有很多 道俊一顿PUA表示他相信 敏英以后会成为一个好检察官 回到局里 敏英继续加班研究案情 领导告诉他 要想让这桩案件成立 关键点在于找到不实举报的证据 可谁知道第二天 这个证据竟被快递送 面对对道俊不利的文件 敏英会如何处理 才发家的小儿子迎来惊天逆转 道俊重生以来 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就在刚刚 道俊举报姑姑 莫用公款 本以为姑姑会很快来求自己 帮忙填补窟窿 却迟迟未等到 随即他来到顺扬百货来找姑姑 却发现了 门口聚集了大量 被姑姑坑走租金的商户 面对那些人 姑姑却依附事不关己的模样 道俊直入主题 表示让姑姑将顺扬百货的股份 卖给自己 这样不光可以解除 他亏空公款的事 还可以让百货公司起死回生 姑姑却果断拒绝 表示即使自己将股份带入棺材 都不可能给他 并且 自己已经将能赚钱的项目 都挂出去 付出两个月就能解决问题 道俊提醒他 两个月的时间对你而言 只不过是依附该换季的时间 可对于拿不到货款的平民来说 这可是灭顶之灾 没想到姑姑竟然嘲笑他们 只配当一辈子穷人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道俊 上一世的他出生在穷苦家里 就连水电费都交不起 初恋对自己表白 道俊却把自己的随身厅卖给了他 随后用卖的钱跑到超市 准备买打折的泡面 竟然看到穷困潦倒的父亲 偷飞鱼罐头 于是当晚他就烧到了高考的准考证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朕一直是他的痛 道具嘲讽姑姑 如果你不是出生在顺阳 你能坐上现在的路 然后气冲冲地找到 才发爷爷 想要兑现替爷爷赚了100亿的奖赏 他希望爷爷动员顺阳百货的理事们 召开理事会 很快 走廊贴满姑姑挪用公款 准备卸任他代表职位的公告 得知这个消息 姑姑紧张坐立不安 不过狡猾的姑姑 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 她将一切责任 推到了勤恳工作40年的秘书身上 可她不知道的是 人秘书随身携带的钢笔 有着录音功能 深夜 道具在后山上约见人秘书 试图说服对方 在明天的理事大会上 揭露姑姑挪用公款的罪行 忠心耿耿的女秘书 却不愿意做背信弃义之事 道具告诉她 你对陈华荣忠心耿耿 到头来换来的却是法律责任 蔡徐坤你的心太高了就完事 道具的每一句话 都砸到了任理事的心中 任理事真的会帮助道具吗 第二天徐敏英终于找到了 能证明不失举报的线索 而另一边的理事会上 果然如道具所料 姑姑在大会上 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并说 这都是道具为了夺走自己的股份 进行的污蔑 为了让姑姑心服口服 道具准备让任秘书出来作证 姑姑听后顿时吓得脸都绿耳 可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了意外了 公司的大门外 秘书刚下车准备和老吴会合 竟然在老吴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大家猜一下是谁带走了秘书 随后老吴通知道具 任秘书突然消失了 看到消息的道具面露难测 姑姑见证人迟迟没出现 气焰嚣张地对众人说 看到了吧 这一切都是道具对他的不实举报 并且他已经委托首尔中央地检 进行内部调查 话音刚落 徐敏英便推门闯了进来 面对徐敏英和姑姑的强强联手 道具究竟如何绝地逢生 才发家的小儿子迎来最高能的一击 重生后的道具 和暗恋自己的检察官 终于修成正果 也因这一幕迅速登上韩网的头版头条 就在刚刚的股东大会上 道具本想拿下姑姑手里的经营权 不料徐敏英闯入 说自己已经掌握了不实举报的证据 姑姑顿时得意起来 殊不知下一秒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徐敏英当众打开了录音笔 里面正是姑姑指使秘书 我用1400亿公款来购买股票的证据 各位股东对熟是熟非一目两难 姑姑嚣张的气焰也瞬间被浇灭 会议结束后 道具再一次找到了姑姑 劝他签下股份转让协议 姑姑则死鸭子嘴硬地说命运坐牢 也不会把股份卖给道具 道具提醒姑姑 你坐牢不要紧 但是因此 让顺扬名誉扫地也没关系嘛 恐怕市长姑父的政治生涯 也将依你止步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面对道具的步步紧逼 姑姑瞬间抓狂 他不明白道具为什么偏偏只针对自己 然而对方的回答却让他呆若目击 道具说你曾经不是教育过我 私生子不配成为继承人吗 那我只能买了 最终女人只能哭脏着脸 在合同上签了字 就这样道具成功打败姑姑 拿下了顺扬百货 为日后吞并整个顺扬集团 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次日爷爷来到了顺扬百货 却发现道具不是自己管理 而是准备让经理来经营 爷爷坐在了一个黑色的沙发上 询问经理明年的订货量是多少 经理表示现在韩国经济萧条 结婚率越来越低 所以订货比较保守一些 爷爷却直接讽刺他该配一副老花镜吧 眼睛不太好看 事情只看一半 如果不结婚都是单身的话 反而他们会一人一套沙发 这样本来两个人买一张沙发的事情 变成了两个人买两张沙发 连这点事情都看不明白吗 回到办公室里 爷爷却差点摔倒 看来脑中的肿瘤 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爷爷说自己没事 因为自己有三颗心 一个是赚钱的野心 第二不相信别人的疑心 还有就是不管是谁 都可以背叛的变心 自己当年就是靠着这 三个心眼打拼下来 并提醒道具 切记不要轻信任何人 即使把事情交给手下 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这时道具反问道 如果有一天 我的爷爷变心了 你可可以吗 准备离开的爷爷听后 被剁笑了 另一边本来打算将挪用 公款的姑姑 送进监狱的敏英 却被部长要求 撤销对姑姑的滞空 称其已经亏空的公款 不及此事可以结案了 刚正不恶的敏英 当即提出了质疑 因为姑姑挪用公款 导致数十家公司倒闭 上千人失业 这样轻松结案 对受害的平民很不公平 希望部长可以公正处理这件事 然而正义举动 惹得领导茫然大怒 他警告敏英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需要做的就是服从 到晚 深受打击的敏英 找到道具喝闷酒 表示自己让他失望了 没有能将姑姑 送上公平的处罚台 在领导的施压下 自己还是妥协了 敏英认为道具骗了自己 说什么 自己可以成为首尔最优秀的检察 观可如今 自己却因为上司的一句话 就要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看着失落离开的敏英 道具心里一丝心疼 这时突然在电视上 看到敏英喜欢的偶像 付出的消息 于是他飞快地跑出去 找到敏英 开心地拉着他的小手 跑到了大屏幕前 看着最爱的偶像 真的付出了 敏英喜急而替 道具说 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我认识的敏英 绝对是个好检察官 这一刻敏英无法控制自己 随着这一吻 两人光速走到了一起 这突如其来的双向奔赴 不知道大家做何感想 两人前一秒 才确认了恋爱关系 下一秒就带着一帮检察官 来调查男友的公司 这件事和大嫂 多少有点关系 随着金融风暴的结束 韩国政府提前还清债务 老吴一脸崇拜地 看着道具说 又和你预测的一样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 就是你每次猜中了结果 但却一点都不激动 老吴答具道 你不会是外星来的鬼怪吧 道具微微一笑说 接下来就是金融的时代 这将成为奇迹公司的新票版 道具的想法和老会长不谋而合 但儿子们都觉得维持现状 保持现金流通最重要 而老会长却身谋远虑地看出了 传统的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 金融市场必将成为企业的命脉 于是当即决定成立顺扬金融公司 而二儿子得知后异常开心 他知道老爷子身患绝症 这么做无疑是想确定继承人 只要自己能成为金融控股的主人 就会成为整个顺扬集团的主人 接着秘书拿出了成立金融公司的草案 这时大嫂故意把新郡的工作日子 交给了大伯 大伯轻声说 如果在金融公司 能有儿子的位置就好了 并说新郡在物流公司做得不错 不料老会长看着新郡的工作照说 既然做得这么好 就继续还在那里吧 殊不知这些话 恰巧被门口的大嫂听见 看着事情发展对自己愈发不利 深藏不露的大嫂决定开始反击 与此同时 道俊和敏英迎来第一次约会 看着敏英在路上补装 道俊一阵宠溺 表示都这么美了 还要化妆 敏英讲述着 因为处理一起金融传销诈骗案 才来得晚了 并问道俊 奇迹公司不会这样吧 道俊说 你是怕我会以嫌疑人的身份 出现在敏英面前吗 恰好这时 他们两个的手机都响了 敏英回到检察院 部长对她说收到举报 有人利用内部消息 故意操纵New Date公司的骨架 幕后操纵之人是个才华三代 这个烫手的案件 部长人命理应亲自处理 另外一遍 道俊慌张地赶回公司 秘书就告诉她 闲城日报不经调查 就大肆报道顺阳集团的小孙子 股票就当道俊思考如何应对时 更加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 刚刚还有吻在一起的热烈女友 带着众检察官们推门而入 接下来的几天 奇迹公司的电话快被打爆 那些与奇迹公司合作的企业 纷纷索要赔偿 老吴认为这一切都是姑姑的报复 但道俊却一下就猜到了 是熟知股票交易细节的二伯的主意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来找爷爷 迎接他的竟然是大嫂 大嫂说如果有困难的话 尽管来找他 毕竟他们是一家人 但看到道具离开后 大嫂表情瞬间变得阴狠起来 道具向爷爷解释 自己的病位操纵骨架 这时二伯突然出现 他假惺惺地表示 奇迹公司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投入 肯定会破产 到时候顺扬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爷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二伯表示 愿意用顺扬证券将奇迹公司收购 走个温暖路线 一个抗下侄子错误的伯父 这样一来 道具的困难迎刃而解 顺扬的名誉也保住了 爷爷再三考虑后 竟然同意了二伯的建议 但道具却显然不想把自己的心血 拱手让人 说自己只需要时间证明 没有操纵股市的嫌疑 可爷爷根本不予理会 那么道具的这次能否化解危机 下一个要对付的是大嫂还是二伯 宋仲基的复仇爽剧 将在本集迎来惊天逆转 前世害死爷爷和道具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奶奶 这天爷爷准备将继承权交给小孙子 却在途中遭遇车祸 当玻璃划过道具的眼前时 前世的记忆再次闪入脑海 之所以他想不起前世 关注陈道具的任何信息 是因为几天前 道具被二伯举报操纵股市 使得投资商纷纷撤资 二国趁火打劫 准备收购他的公司 回到公司后 道具找老吴商量对策 最终决定将公司海外投资的钱 全部变现 用来应对这次危机 这立刻引起了老吴的极力反对 因为目前奇迹公司的大部分收入 都来自于海外的投资收益 但道具却坚持自己的 决定另一边的二伯又开始捉腰 他找大师算导 道具这个月会遇到白虎煞 不久将死于非命 但如果能度过 则会成为无人能及的财富贵人 二伯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定要拿下奇迹公司 于是他收买了奇迹公司的员工 得知道具这些年迅速报复的原因 竟然靠的是在海外的 多项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于是二伯一比一复制了道具海外的投资项目 并加大了投资力度 另一边的道具若有所思地看着钟表 因为只有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左右不了结局 不出所料 911恐怖袭击还是发生了 海外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老吴不由感叹道具预判能力太强了 幸亏及时的套现避开了这次危机 然而另一边的二伯就惨了 投进去的大量资金瞬间血本不归 他的证券公司陷入了巨额的亏损状态 而道具却在此时逆水行中 不仅让秘书选择几个有潜力的恐怖 进行投资 还利用国民对海外投资的恐慌 率先在国内展开投资 项目上市二周更是突破了四兆元 这让国内瞬间掀起一股基金投资狂潮 连带着股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真正成为股市的奇迹 次日道具来到了二伯公司 二伯幸灾乐祸地说 不要以为凭借运气赚了点钱 就可以过来耀武扬威 我知道你在国外的投资也血本无归 道具反问道 奇迹公司的投资可是商业机密 二伯是如何得知的呢 但随后的话让二伯更加毛骨悚然 思想这么快 随后道具就像当时报复姑姑一样 拿出合同准备收购顺扬政权 二伯生气地将合同抓碎 表示想都别想 道具提醒二伯 由于你的错误投资 导致很多企业都拒绝跟顺扬政权合作 损失超过百亿的公司也准备向你追责 所以眼下只有让奇迹公司收购 才能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说着道具再次将被二伯柔成团的合同展开 放在他面前 接着他学着二伯当初教育自己的语气 感叹着说自己愿意做一个替伯父 堂下一切错误的可怜侄子 就这样 道具成功拿下了二伯的顺扬政权公司 惨败后的二伯来到了爷爷的别墅 借着酒精质问老爷子 在道具背后指点 不然一个矛头小子怎么可以这么狂妄 看见这个儿子这么不争气 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 老会长对他失望透顶 于是第二天爷爷找到道具 一脸严肃地问他 为何非要对姑姑和二伯做得这么绝 道具却回应自己和爷爷一样 多三的心眼 爷爷被道具的话逗笑了 随后爷爷告诉道具 自己决定将顺扬金融公司交给他 不料下一秒 一辆轿车从侧面狠狠撞了过来 很明显这场车祸 就是为了阻止道具成为顺扬的继承人 这时道具突然想起 今天是上一世的陈道具的死期 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变吗 宋仲基新剧一级更比一级高能 身价千兆的才发爷爷 准备将继承权交给小孙子 不料下一秒 大货车间突然撞了过来 在继承发布会前夕 失事的二伯找到大嫂 表示自己愿意站队长孙来对付道具 大嫂不可置信地说爷爷还在生气 二伯则成竹在兄地表示 有他的帮忙 爷爷一定会同意 果然当晚 二伯拿出了新郡的业绩报表 表示是时候让长孙回来了 随后大嫂找到新郡 告诉他不久之后 就可以调回总公司 具体职位还没有说 新郡一把拉住贤明 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但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 你比我强吗 贤明嘲笑地反问道 真是扶不起的阿董 你知道和你结婚后 你花了我多少钱吗 贤明的话把新郡羞辱得体无完肤 此刻他更加坚定了 争夺顺扬继承权的决心 第二天新郡意气风发地回到总公司 却意外得知 爷爷今天会在金融公司的发布会上 宣布继承人是不一会 爷爷和道俊就在高速上出了车祸 会是新郡岛的鬼吗 得知消息的奶奶 迅速带着家族成员赶到了医院 奶奶焦急地上前询问医生 老爷子的情况 医生说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众人各怀鬼胎 二伯询问医生父亲会一直醒不过来吗 大伯则考虑的却是公司的股价 并成绩自告奋勇 准备代替父亲管理公司 这时姑姑气愤地说 如果韩国治不好 我们就去美国 绝不能轻易放弃 另一边的道俊却黯然无恙地出 陷在了医院 此时他正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手术中的人 随着手术的结束 道俊的小司机被推了出来 医生表示手术很成功 原来出车祸时 小司机开车挡在了货车前面 才让道俊和爷爷的车子减小了撞击 保镖告诉道俊 在身亡货车司机口袋中 找到了写有老会长车牌号的纸条 很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 而是针对于爷爷的谋杀道俊 命令保镖务必找到幕后指使 此时的道俊意识到 上辈子自己被你们一枪抱头 这一世重生为尘 道俊绝不能再次死在你们手里 随后道俊来到爷爷的病房里 爷爷正完好无损地看着他 此时爷孙决定两一起布局 找出幕后主使 爷爷看着车祸照片 秘书说按照您的意思 已经把车祸归咎于货车司机酒店 物彩油门引发的车祸而结案 并当即提出一点 觉得这一切仿佛早有预谋 老会长直接打断 因为他不敢再听下去 在他心里他只想赶紧找个继承人 自己好安度晚年 接着秘书说 您真的认为 凶手是顺阳家三兄妹之一吗 老会长说 这个司机跟了我几十年 从未出过车祸 为什么在准备开记者会的那个时间 出了事 很明显他们不想让道俊成为继承人 所以自己一定会成立金融公司 下周一 如果自己在理事会上 安然无恙地出现 他们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 一定很有意思 看着抢颜欢笑的爷爷 道俊心里知道 爷爷这是在强撑着道俊说 我知道您是因为自己生病的事 才着急成立金融公司 并把会长之位传给我 爷爷没有回答他 反而看着手中的照片笑了 经历了这么严重的车祸 而车上的人却相安无事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宣传 顺扬汽车的机会 他让道俊赶紧打给公关部 发布新闻出去 随后爷爷握着道俊的手说 让他最近务必要注意安全 与此同时 姑姑和二伯准备强闯老会长病房 此时从不顾问家事的道俊父亲 突然拦住了去路 父亲能否守住老会长的秘密 财法爷爷发现 杀害自己的幕后黑手吗 既然当场变成了三岁小孩 他满眼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人 道俊告诉父亲 一定要随时监督三兄妹 在理事会之前 千万不能让他们见到老会长 这时妈妈突然出现质问父亲 明知道是三兄妹搞的鬼 为什么要放弃调查 说着就要报警 道俊却阻止了母亲 表示是自己要求警方中断调查的 因为自己想活着 如果凶手真的是财华家族里的人 他们也会花钱摆平的 这样会是自己和爷爷再次陷入危险 不过自己和爷爷 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了 父母走后 暴君来到奇迹公司 这让钱一秒还 愁容满面的老吴瞬间惊喜万分 老吴询问车祸的 是调查的怎么样啊 暴君说 凶手会在理事会那天自己跳入陷阱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坑爹三人组正在谋划 如何在理事会上破坏金融公司的创立 姑姑提议直接叫停就好了 二伯嘲笑他没脑子 如果父亲醒来 发现有人误逆他的意思 那岂不是要被问责 老奸巨华的大哥说 如果想要摆平这件事 只能让佣兵打头阵了 意思就是去说服各大股东 反对成立金融公司导致成立草案不通过 殊不知另一边的老会长 早就识破了儿女们的小伎俩 听说想在几天内讨好这些股东呢 势必会吃不少苦 爷爷让道俊好好准备这次的理事会 做好当金融公司会长的准备 随后他让秘书给道俊准备好帅气的西装 与此同时 派去调查车祸的保镖 发现肇事司机架 里贴满了欠费单 并在打火机上 发现了骑经常去一家游乐场 于是保镖询问游乐场老板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老板表示和对面这个男人比较熟 保镖向男人打听了货车司机的事 得知对方生前欠下很多赌债 并说这种案子当时没有监控 应该很难查吧 保镖听后没有再追问 而男人则慌忙地回到办公室 赶紧从储物柜中拿出了神秘物品 而此时 保镖突然闯了进来 男人一脸猛逼 保镖说你暴露了 因为警方并没有透露案发现场 没有监控你是怎么知道的 面对保镖的威胁 男人终于说出了真相 有人委托他们策划了这起车祸 自己并未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对方是利用储物柜 进行指示和支付报酬 而本次的报酬正是这幅花鸟图 幕后黑手相当聪明 因为交易书画不会有记录 更无法查到源头 随后道俊找到爷爷 汇报了调查进展 秘书告诉爷爷 这幅画是大草的 难道想害您的是长孙陈兴俊吗 听到想要他命的人 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的长孙 下一秒老会长竟然疯了 面对老会长突然的精神失常 李诗会将如何进行 这场继承之战 谁又会是最后的人家 这绝对是财华家的小儿子里 最高能的一级 原本疯癫的财华爷爷 竟然霸气地出现在了李诗会现场 使得各怀鬼胎的一众儿女 瞬间呆愣在原地 老会长看着众人吃惊的目光说 身为大韩民国公民 都不看新闻吗 顺扬的汽车安全性最好 使得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并当众宣布 道俊成为金融公司的新任社长 就在刚刚 病房内的爷爷张望正发作 他开始穿西服 并告诉小孙子 抓紧准备一会九点的理事会上任一事 道俊提出让爷爷好好休息 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 但老会长表示 如果自己不出现 董事会的人是绝对不会同意 成立金融公司的 说着便往外走 眼看瞒不住了 道俊直接拉开窗帘 质问爷爷现在是晚上九点 爷爷你还要开会吗 并且要穿成这样去吗 爷爷低头看看自己的底裤 又看看道俊 如今的状态 让这名顶级财阀的会长 一个亮相 瘫坐在床上 道俊蹲下身安抚爷爷 这只是车祸后一阵 好好休息会慢慢恢复的 而倔强的老会长说 无论如何 本次理事会非去不可 因为理事会的人只听自己的 道俊反问 如果您在会议上出现张望正 就可能会被这些人赶下台 听到这里 绝望崩溃的老会长 瘫倒在道俊的怀里 随后道俊赶紧找到老吴商量对策 有没有可能在老会长不去的前提下 让股东们投票给自己 老吴说这么做无疑是天方夜谈 并说经过调查 您的表哥新俊拉到了过半的反对票 如果依旧投票表决的话 金融公司肯定成不了的 听到这里 道俊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他主动找到了新俊 开门见山的 让他在明天理事会 支持金融控股公司成立 新俊却反问凭什么要支持 道俊说爷爷从始至终并没有昏迷 之所以隐瞒大家 是因为爷爷的车祸并非意外 而是预谋杀人 其目的就是阻止金融公司的上市 明天理事会是谁反对成立 谁就是爷爷要找的凶手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理事会上 新俊投了赞成票 使得众人一阵吃惊 随后战队长孙的人也跟着举手 投出赞成票的过了半数 就此金融公司正式成立 下一步就是竞选社长 道俊和秘书是两个候选人 作为老会长举荐人的道俊 本以为胜券在务 却被长孙突然打断 他提出如果顺阳年轻化 那么各位老股东还能坚持多久 并乘机推荐了担任顺阳副会长的父亲 成为金融公司新社长 这一招把道俊打得措手不及 正当董事会的人陷入讨论时 新俊乘机上前嘲笑道俊 你说过 反对成立金融公司的人 就是幕后黑手 那我现在同意成立 但却又把你从社长位置拉下来 那我算什么 并说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现在还能称呼爷爷为 陈养哲社长吗 就凭爷爷神志不清的状态 还能将社长之位传给你吗 就当所有人都觉得 大伯毫无悬念地成为新任金融社长的时候 爷爷却霸气来袭 当众宣布道俊是新任 社长在众子假模假样的祝贺下 接下来必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白发家的小儿子谜团终于解开了 要杀财发爷爷和道俊的竟然是奶奶 爷爷质问 被揭穿的奶奶瞬间瘫软在地 原来就在刚刚 得了张望正的老爷子找到医生 请求对方给自己注射药物 让自己保持两个小时的清醒 只有将金融公司成功交到道俊手里 他才安心 医生说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让您陷入生命危险 但即使如此 爷爷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换来了两个小时的清醒 在道俊即将被李世会赶下台 狮猴及时出现 力挽狂澜稳住了道俊社长的位置 会议结束后 却没想到新俊竟然给爷爷挖了个坑 他故意问爷爷 第二次石油危机是哪一年 爷爷脸色迅速陷入尴尬 他掐着自己的手 试图让自己回想起来 但仍旧无济于事 眼看情况不妙 道俊赶紧上前解围 撑爷爷累了 赶紧搀扶爷爷进了电梯 不服输的爷爷在电梯里骂骂咧咧 道俊却发现爷爷竟然要失禁了 爷爷发现后也是满脸惊恐 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为维护爷爷的尊严 道俊只能故意向他发火 说 你既然不放心把公司交给别人 那就永远健康长寿就好了 看到老会长委屈的样子 道俊不忍继续说下去 随后道俊接过保洁员手里的抹布 丝毫没有嫌弃地跪在地上 清洁爷爷弄脏的电梯 看到这里 对道俊来讲 爷爷也成为了他心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另一边的坑爹三人组 正在纳闷对外宣传陷入昏迷 老父亲为何突然出现 新俊说因为爷爷的车祸是有人叫缩的 而今天反对道俊成立金融公司的人 就是爷爷要找的幕后黑手 这时三兄妹立刻意识到 从始至终就只有二伯极力反对 二伯家的连忙否认 大伯感叹我们三个都是一类人 虎视眈眈的寄予父亲的钱袋子 可关键时刻 怎么会忍心对亲生父亲下毒手 另一边大嫂找到敏英 向他声明 车祸涉及的 那幅花鸟图并非他们画廊的收藏品 只是被临摹的验品 随后大嫂给了敏英一张名片 表示这个名叫新画廊 是专门卖验品的地方 与此同时 保镖寻着线索也查到了新画廊 他谎称自己准备买画 成功地拿到了店主的联系方式 保镖接过纸条后 询问店员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 店员回答说 这是我们老板的专属印章 随后保镖迅速来到了奶奶的画廊 对比后发现 教唆杀人的纸条正是出自奶奶之手 至此 奶奶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保镖将消息告诉了道俊 道俊顿时慌了 穿越重生的他也没有料到 年近七十的奶奶竟然是凶手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找到爷爷 准备将真相告诉爷爷 却发现奶奶已经提前来到了医院 准备将爷爷接走 入了虎口的爷爷 接下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财发家的小儿子 本机迎来高能反转 因和奶奶组织家族聚会 准备公布财发爷爷的病情 并冷冷地说 就在刚刚 爷爷揭穿了奶奶 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奶奶吓得赶紧跪地求饶 他说我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半辈子 到头来 你却将顺阳交给私生子的儿子 他请求老爷子 让长孙继承家业 不料下一秒 老会长竟然转变态度说 中间不止孩子大 面对老爷子突然地失忆 奶奶露出阴狠的眼神 一场巨大的阴谋即将展开 晚宴上 奶奶竟然直接坐到了餐桌的主位上 奶奶召集所有家庭成员 唯独没有喊到俊一家 正当奶奶准备宣布爷爷的病情时 道俊突然闯了进来 将一个信封交到了奶奶手里 奶奶打开后瞬间大惊失色 因为道具已经知道了 这次车祸是奶奶指示的 他故意把新画廊的名片放在文件里 奶奶偷偷地把名片藏了起来 道具离开后 奶奶不情愿地说 你们的爷爷身体很好 姑姑拿起来道具送来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轻微擦伤 感叹我们的爸爸真健康 而爸爸却把我们当成策划车祸案的不像 倒不如得了绝症好呢 这样他失去判断力还情有可原 说着细经地离开了 家庭宴结束后 奶奶找到道具 道具说您用的山茶花的印章 寓意爱护自己的父母之心 请问只是行凶的这张纸上的印章 也属于这个意思吗 看到这个奶奶慌了 他准备抢夺 却被道具躲开 道具说我是来帮助你保守秘密的 不过也要帮助爷爷保守秘密 奶奶说你居然威胁老人家 而道具则表示只把这当作交易 接下来我说的话才算是危险 如果我们家族任何人知道爷爷的秘密 您的秘密也会不保 教唆杀人的纸条 当作报酬的赝品化作我都会交给警察 奶奶则恶狠狠地说 都是因为你要抢走顺扬 不然什么都不会发生 道具却礼貌地说 爷爷 寿言那天可是您邀请我们回来的 奶奶万万没想到 最终引狼入室的竟然是自己 随后道具找到爷爷 爷爷询问车祸是否找到了线索 道具谎称还在调查中 而且那幅画并不是大嫂的 并顶住爷爷别担心 老爷子说我的子女都想继承顺扬 只有你想买下 你想要的其他东西是什么 见道具沉默不语爷爷爷说 此时感觉道具和爷爷才是真爱 爷爷演出了女主的感觉 与此同时 面对道具身份的威胁 长孙兴俊一改往常高高在上的嘴脸 居然低声下气 找到了闲城日报的岳父 准备联手对付道具 于是第二天 报纸上就刊登出 顺扬汽车经营不善的谣言 导致股价大幅下降 众股东纷纷要求财阀爷爷下台 老爷子该如何应对 财阀家的小儿子最新一级全程高能 孙媳妇尽心尽力地照顾爷爷 却不料被爷爷当成了已故的情人 不但强行将对方留下来陪自己 还说出了惊天秘密 会让两人的小孙子继承顺阳集团 听到这话 大嫂吓得连忙捂住了嘴巴 爷爷可能已经得了老年痴呆 正要一探究竟的时候 道骏正好进来 他发现了爷爷的状态不对 借机将爷爷推进了书房 大嫂也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奶奶看着愣神的孙媳妇 告诉她以后不用亲自给爷爷奉茶了 并询问爷爷 刚才有没有说一些奇怪的话 孙媳妇面吴柏兰的撒谎 表示爷爷爷刚才什么都没说 两个女人八百的心眼 此时楼上的爷爷看到道骏火 奇迹般的清醒啊 因为顺阳汽车的股价连续暴跌 爷爷准备卖掉顺阳汽车 道骏极力反对 说自己有办法让顺阳汽车起死回生 希望爷爷把顺阳汽车经营权交给自己 道骏知道这是爷爷梦想起航的地方 他想要帮爷爷守住顺阳汽车 见爷爷爷不相信 暴君提出要跟爷爷对赌 如果韩国队踢进世界杯四强 就不能卖掉顺阳汽车 在孙子走后 爷爷感慨偌大的顺阳家族里 唯独道骏会为我着想 看来我要修改遗嘱了 另一边道骏 凭借前世记忆的道骏得知 2002年韩国队会晋级世界杯四强 所以在顺阳汽车的会议上 提议将顺阳汽车成为世界杯赞助商 果然不出所料 韩国队越战越勇 已经成功晋级了八强 顺利地将顺阳汽车推向了全球 奇迹般地让顺阳汽车起死回生 并且还拿下了年度新车的销售冠军 然而还没等道骏高兴多久 很快悲剧便发生了 大嫂竟然偷偷来到了爷爷房间 企图翻找些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新郡提醒妻子 最近奶奶不止照顾爷爷的生活起居 甚至连爷爷的药都是他亲自准备 你难道不好奇老爷子到底是个什么药 于是大嫂假接送茶的机会 准备一探究竟 大嫂问爷爷要平放在哪里 爷爷说了胃之后 果然发现了一包奇怪的药 却不料此时奶奶突然出现 大声训斥大嫂不要乱动长辈东西 让她赶紧放下药品 奶奶本以为大嫂会乖乖听话 可没想大嫂却脸色阴冷地说 您之前问过我爷爷说了什么吧 我现在想起来了 爷爷爷称呼我为润姬的妈妈 并说要把公司交给润姬的儿子道骏来继承 听到这话 奶奶被气得浑身发抖 然而大嫂接下来的话令她毛骨悚然 大嫂知道 新画廊是奶奶叫做杀人的地方 于是暗示奶奶 新画廊如果需要临摹赝品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奶奶瞬间听明白了 孙媳妇已经知道自己的秘密了 这下她也顾不上拿回给爷爷吃的药 奶奶亮腔地走出门 却发现老爷子倒在了地上 财发家的小儿子应该实施急反转 没想到财发爷爷竟提前离世 就在刚刚老爷子住院后 二伯家的女儿突然从国外回来 她的出现将颠覆全局 随后秘书当众公布了 老爷子最新修改的遗嘱 并强调遗产会在爷爷死后立即生效 之后宣布了遗嘱内容 按比例将顺扬遗产进行了分配 就连道俊的哥哥都得到了价值不菲的股份和地皮 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爷爷竟然没有留给最爱的小孙子任何遗产 听到这话的众人瞬间压麻呆住 姑姑表示老爷子让道俊当金龙会长 明明就是想要他继承家业的意思 为什么偏偏一分钱都不分给他 回到公司后 老吴打抱不平地问道俊 为何一向备受宠爱的小孙子 竟没分到一分钱 在老吴的一番追问下 憋了一碗苦水的道俊 终于发飙 我也想知道原因 爷爷说让自己继承公司 最后却又改了衣嘱 他不断回想爷爷当初对自己说过的话 你对您那么性感疙瘩 难道爷爷从来都没信任过自己吗 随后道俊气冲冲地跑到爷爷房间 准备询问爷爷 但是看到一向意气风发的爷爷 现在浑身插满管子的状态 那些到嘴边的怨气又咽了回去 道俊默默走进爷爷身边 将顺扬汽车成功的消息告诉爷爷爷 爷爷动了动手指 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就当道俊准备离开时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就这样爷爷享年76岁 而女们各怀鬼胎地送别着爷爷 随后奶奶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家庭会议 表示谁能让家里和谐相处 谁就可以得到我手里的顺扬生命的17% 谁就有资格得到整个顺扬公司 次日父亲来到了奇迹公司 告诉道俊 奶奶准备把17%的股份转让出去 这会导致道俊措施继承顺扬公司 爸爸劝道俊公开病房视频 证明爷爷在精神不正常下列的遗嘱 属于无效的 道俊听后当即打电话给秘书 却说出了让爸爸意想不到的话 他让秘书将爷爷的病房视频删除 并告诉爸爸 就算爷爷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也不能公开爷爷最后时光的录影 那是一个戎马一生 要强的企业家的耻辱 回到公司 道俊和老吴商量 老吴提醒 如果自己得到奶奶的17%股份的话 就可以顺利拿下顺扬集团 他以奶奶故兄杀人的证据相要挟 轻松将那17%的股份收入囊中 然而大嫂已经猜出了原因 他将奶奶故兄杀人 被道俊威胁的是 全都告诉了兴具 得知这爆炸性的消息 大伯迅速找上了门 奶奶以为找到了依靠 向儿子倾诉了心中的罪恶 没想到大伯为了继承权 竟然找到检察官徐敏英 举报了母亲 才发家的小儿子 最新一级反转不断 大嫂竟然扬了 看着手里的两道杠 老公狂笑不止 这下更坚定了兴具拿下顺扬的决心 兴具找到老爸 说我们除了有王牌 还有鬼牌 次日信心满满的道俊 来到顺扬人寿的股权会上 却在投票环节中 股东们同时收到了短信 内容竟然是 道俊在爷爷临终时 因为股权和爷爷争吵 致使爷爷当场死亡 道俊极力否认 这时新俊站出来说 爷爷房间有监控 让道俊提供监控 证明自己的清白 此时道俊脸色陷入尴尬 因为几天前为了维护爷爷最后的尊严 他已经吩咐秘书删除了 不料此时的秘书竟然倒戈相向 他拿出了道具 当时的电话录音 说视频已经在道具的要求下删除了 如果心里没鬼 为什么会这么要求呢 有人陷入谴责 二伯继续让大家接着投票 表决顺扬物流的会长 无疑大家最后都选择了秘书 原来从老会长得了张望正的时候 秘书就投靠了新俊 因为自己不想永远做敌人一等的秘书 自己想做主人 帮新俊的条件 就是想要公司的一点股份 自己也能成为主人 另一边二伯和大伯庆祝道俊下台 以后就是顺扬底下所有的子公司 我们都说了算了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 两兄弟表面和谐 背得却心怀鬼胎 与此同时 竞选成功的秘书还在沾沾自喜时 新俊说这是给你的股份 秘书激动地打开 却瞬间变了脸色 原来是自己贪污的证据 新俊这一招过河 拆乔安的措手不及 他威胁秘书两个选择 第一我举报你去吃牢饭 第二 你自己拿着这些钱 主动辞了顺扬保险会长位置 秘书气愤说你没出声 我就在顺扬和老会长一起打江山 新俊嘲笑说你不是想成为主人吗 现在有个方法 我心跳那才好啊 这话秘书长子都毁清了 怎么会站队这么一个混账玩意 他瞬间气地暴跳 约雷决定让新俊付出致命的代价 穷小子意外重生为 顶级才华家的小孙子 竟和前世的自己相遇 才华家小儿子的最后结局 有可能真的是道俊杀了前世的自己 就在不久前 道俊收到了爷爷留给自己真正的遗产 竟是一把保险柜的钥匙 他缓缓打开柜门 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带 道俊打开后发现 里面竟是自己前世发现的 秘密资金的账本 也正因为这个账本 让自己隐恨西北 于是道俊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秘书 询问对方这笔遗产的来历 对方坦言这是老爷子多年来积攒的海外秘密资金 打算留给顺阳的下一任主人 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道俊疑惑地问秘书 既然这笔钱没人知道 为何你不直接私吞了呢 而被新军侮辱的秘书 此刻也想毁过自新 有了秘密资金后 道俊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先找到市场姑父 提议帮助姑父竞选总统 于是姑父在记者会上提议 取消顺阳继承制 让贫富差距拉小 赢得众多民众的支持 二伯担心如果真的实施了 自己继承公司的计划泡汤 此时女儿提议与其受人摆布 不如另起炉灶 把二伯管理的顺阳金融 从顺阳集团独立出来 这样自己就是集团会长了 二伯看着冰雪聪明的女儿的提议 甚是满意 成立独立公司的话 眼下就需要一棵摇钱树 来提供资金支持 而道俊名下的顺阳信用卡 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于是二伯赶紧找到道俊 提出收购计划 本以为要费一些功夫 没想到道俊爽快答应 聊二伯一脸猛逼地问 你才买的顺阳信用卡 如今为何愿意卖给自己 道俊解释说 自从被秘书出卖后 感觉钱才是最靠谱 半信半疑的二伯 拿着八千亿的收购报价 回去和女儿商量 大师在旁边占卜后 说明年您是火运 一遇金属就燃大运 看来你往金融业发展是急躁 二伯当即决定拿下顺阳信用卡 女儿看到父亲的秘职操作 甚是无语 劝解无果后 气冲冲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道俊将二伯要找自己 收购顺阳信用卡的消息 告诉了大伯 担心自己地位不保的大伯 立马找到二弟 警告他不要和自己争 顺阳集团被出卖的二伯呀 迅速找到道俊 却被道俊告知 大伯已经出了双倍的价格 收购顺阳信用卡 二伯这下急了 当即决定付款八千万 今天限付 剩下的八千万 则拿顺阳物产 百分之二的股份 当作抵押 然而没过多久 韩国便迎来了信用卡危机 许多国民开多张信用卡 拆东墙补西墙 最终导致信用破产 而刚刚买下顺阳信用卡 打算当起摇钱术的二伯 再一次品尝血本无归的滋味 为了收购道俊的公司 这一次他不仅赔了钱 还丢了百分之二的顺阳股份 面对如此巨额的亏损 他只好请求大哥出手相助 于是大伯找到道俊 提出自己会帮你二伯归还八千亿 希望道俊可以归还那百分之二的股份 道俊一口回绝了大伯 随后趁机狮子大开口 开出了1.6兆的天价 来和大伯交换股份 见大伯犹豫 道俊提醒说 这些股份到了大伯 您的手里就意味着 顺阳集团就是您的 听到这话 大伯咬牙签了字 离开大国家后 道俊来到已经关门停业的 顺阳信用卡门前 回忆起了重生前的悲惨生活 前世弟弟因为没钱治病 父亲跑去借高利贷 道俊无奈放弃学业 一天打十份工 有时恰巧遇到顺阳的同事 还要遭受冷嘲热讽 没日没夜的工作 致使他体力不支 为了保持清醒 他只能狠狠地抽自己耳光 这个举动被车主荡成疯子 直接拽下车暴打一顿 而这一幕被成为 人生赢家的道俊看保 就此两人正式碰面 财华家的小儿子大结局反转不断 原来道俊死亡的真相 竟然是自己杀了自己 道俊再一次被大货车撞了上来 肇事司机竟然是前世的自己 时间回到案发前 在财发爷爷事事一周年追到会上 大伯仿佛扮演了一家之主的形象 在台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 台下的二伯母嘲笑大伯说着虚伪的话 也不脸红 大伯母则回对道 你娘家最近信用卡失业垮掉了 你连个依靠都没有了 还好意思和我们争 二伯母反问道 你们家的钱 可都是放高利贷的肮脏钱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大伯母说正因为这些钱 可以让我老公买下顺扬的股票 当上顺扬的总裁 而此时的新俊 也信心满满地对着大嫂说 以后一定会变回长子继承的 我会遵守约定 让你和儿子顺利继承顺扬 心思缜密的大嫂子告诉他 大话别说得太早 当上会长再说吧 与此同时 一位稳坐社长之位的大伯 却因为道俊的到来打破美梦 道俊告诉他 自己已经将顺扬信用卡还清了 在秘书的帮助下 现在自己是顺扬集团最大的股东 气急败坏的大伯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准备借酒交仇 不料一把被大孝子新俊打掉 新俊发飙说我努力了三十年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瞧不起你 因为我都瞧不起的人 肯定继承不了顺扬 现在顺扬集团被道俊抢走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喝酒 父亲嘴硬地说 即使道俊是大股东自己手中 有经营权也不影响什么 新俊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作为大股东的道俊 可以随意行使全力的 也可以随时把我们踢出理事会 另一边成为大股东的道俊 准备回奇迹公司庆祝 不料老吴和小秘书却说 难得能早点下班 他们想早点回家陪家人 而此时 道俊躺在沙发上 感到了无比的孤独 于是 道俊来到了和敏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却看到心心念念的敏英 因为之前 敏英希望道俊 只认奶奶教唆杀人 可最后 道俊却将奶奶送出国 道俊没办法给出交代 所以只能默默躲在后面陪着他 回到家后 妈妈说 希望道俊可以遇到一个辛苦时 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就算敞开心扉 也不会觉得害羞的人 道俊说 自己已经找到了 那个相濡以沫的伴侣 可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 这个人却将自己抓了起来 原来是有人举报道俊 贿赂总统大选 并且拍下道俊的司机 运送大选金的视频 而江律师也已经承认 收到了道俊司机提供的大选资金 道俊极力否认自己提供过资金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二国身边的算命大师 白秘书竟然跑到监察厅 主动自首 承认是自己亲自送的大选金 幕后主使之人并非道俊 而是二国 财发家的小儿子 终于迎来大结局 男人从车祸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带着道俊的记忆 回到了前世的身体里面 他用拳头重重打在镜子上 疼痛感将他拉回了现实 他走出厕所 发现敏英正在等他 道俊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前一秒还是自己的恋人 下一秒竟发现只是一场梦 了解情况后得知 原来徐敏英检察官 追查顺阳集团秘密资金时 意外救了被暴头落海的他 敏英说希望他可以回韩国出庭作证 以非法继承罪 起诉财法长子陈荣基 暴君则表示 自己对顺阳家族绝对的忠诚 不会做任何危害顺阳的事 徐敏英见说服无果 准备先带贤雨回韩国 不料刚下飞机 东部的检署的人 就拦住了两人去路 原来是顺阳集团告发贤雨 侵吞七千亿海外公款罪 准备逮捕贤雨 并且查证过贤雨个人账户 却有进账 面对确凿的证据 贤雨撒腿就跑 他准备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清白 随后贤雨给弟弟打电话 让他将自己藏在家里的证据 偷偷拿给自己 随后他马不停蹄 来找阻止自己汇报秘密资金的钱 财务部长 他询问对方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明明是按照老板的指示办事 却因此差点连丢了性命 前部长将报纸递给他 表示新郡为了干净地继承顺阳集团 所以不惜让你当替死鬼 目的是可以合法的 洗白那笔七千亿的秘密资金 你的作用仅此而已 用当部长真诚的说话时 手却偷偷按了报警装置 而机智的贤雨却早已察觉在保谣 赶来之时他就跳窗逃走 走投无路的贤雨再次找到了徐明英 表示自己是来自首的 随后 他将顺阳集团境外秘密资金的证据 交给了明英 他想证明自己并非挪用公款 而是被顺阳派往海外追讨秘密资金 而被人谋杀未遂 随后将自己二十年来掌握的所有顺阳的黑料 传给敏英 经过一整夜的调查 得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坏的是当初杀害贤雨的小秘书 已经逃往海外 好的是 贤雨的案子已经交给自己办理了 鉴雨昨晚贤雨主动提供资料 目前已经洗清 贤雨准备回家时 贤雨看到敏英收藏的蝶片 敏英疑惑地问他 你是歌迷吗 贤雨说自己曾经的爱人非常喜欢 随后贤雨回到家后 看见家里被翻得满地狼藉 他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看着桌上的日历发呆 不敢想自己只是在医院躺了一星期 意识却在道俊的身体里生活了十七年 这究竟是一场荒凉美梦 还是所谓的穿越重生 又或是一场时空旅行 贤雨自己也搞不清楚 但他知道自己眼下要做的就是复仇 于是他准备找到已经退隐的老吴合作 他带上老吴最爱吃的甜甜圈登门拜访 却不料老吴看都不看地直接扔掉了 或许是害怕堵巫私人吧 贤雨告诉他自己被顺扬的人谋杀 重活一世的他 想要跟老吴联手夺走顺扬 见老吴还是不相信道俊直接说 前世的道俊就是用这句话说服的老吴 再次听到这话老吴瞬间起身 财华家的小儿子大结局终于来了 陈道俊在车祸中丧命 而前世的他却被人救活了两世为人 杀害他的凶手究竟是谁 为了搞清楚 他先是找到了前世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奇迹公司的合伙人老吴 他说服老吴重组岛俊 在顺扬集团的股份 并对财阀下的幕后黑手展开报复 随后老吴找到了道俊的母亲 表示自己要替顺扬找个新主人 现在是时候 利用您手里 道俊留下的顺扬物产的3%的股份 可表决权力 而母亲表示为了道俊愿意付出一切 随后老吴带贤瑜回到了如今的奇迹公司 看到道俊的办公室 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熟悉的场景 一时间让他看不清是黄粱一梦 还是重生了 还没来得及想这些 老吴和贤瑜马不停蹄 他制定了争夺顺扬集团的作战布局 首先两人决定 动员拥有顺扬家小股份的这一部分股民 因为顺扬家拒绝缴纳继承税 致使股价下跌 影响股民赔钱 老吴作为小股民代表 要求顺扬必须负法律责任 并且放弃经营权 而得知消息的新剧瞬间暴跳如雷 他知道老吴的手段有多可怕 可财务部长却告诉他 这些都是小股民翻不起什么大浪 给点钱就能解决 随后咸鱼就收到消息 小股东都被金钱收买了 老吴露出得逞的表情 称这只是抛出一个鱼饵而已 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 原来老吴这么做 就是为了引出秘密资金 随后敏英就发现 有人在大量买入顺扬的股份 金额高达七千亿 助理提醒 敏英这个买入的人正是大嫂家的表弟 这时敏英想起了咸鱼曾经说过 有人想洗白七千亿 才将他杀害的 看来这钱是要浮出水面了 随后敏英找到姑姑 表明自己准备让陈兴俊从非法继承 变成确认判刑 而姑父也表示会全力帮忙 自从道俊去世后 姑父也变得更加痛恨顺扬 敏英希望姑父可以促成 针对顺扬非法继承的疑点 举办的听证会 姑父问为何要这么做 敏英表示 不希望和道俊出车祸时候一样 由于外部压力最后不了了之 他希望 这次可以站在全国民众面前公开审判 而得知消息的家族众人 都对新俊冷嘲热讽 希望他能够信任副会长 包出经营权 并搬出来二十年前道俊去世之谜 众人都认定是新俊所为 新俊更是气愤地找到父亲 说道俊的死并不是自己所为 老父亲拿出车祸现场 发现了他的名片 并因此让新俊好好地听话 以后家族经营的事情 就交给爸爸来负责 贤明更是让新俊别去参加听证会 看着妻子也不信任自己的样子 新俊果断同意参加 没过多久 听证会如期举行 贤宇作为证人出席 直接说出了秘密资金 是新俊让他去找的 事后又被杀人灭口 新俊拭口否认 并表示自己不清楚秘密资金的事 随后其他证人也因为个人理由 无法出席作证 很显然是被新俊收买了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 道俊的父亲带来了一个证人 他就是二十年前 道警车祸事件的目击者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和司机 他指出事发当天 并非简单车祸 而是一场蓄意谋杀 台下一片哗然 当检察官继续问到 凶手是谁的时候 小和突然走到了咸鱼的面前 财华家的小儿子 大结局是多少人的一男平 幕后黑手 竟然是看似老实本分的大伯陈荣基 这隐藏二十年的秘密 被咸鱼揭晓 就在刚刚和司机走到咸鱼面前 表明他就是在道具出车祸时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凶手 下一秒和司机竟然说 咸鱼就是道具 所有人都以为小和疯了 检察官判定他的话 不能被当作证词 就在法官要宣布 新俊无罪的时候 贤宇拿出了关键证据 原来当时的通话记录 贤宇都进行了录音 录音清楚地记录着 大伯让贤宇提前将车停在路边 随即陈道俊的车 就遭遇了车祸 贤宇吓得贪坐在地上 怎么也不愿相信 因为自己停车 害死他人 他马上打电话给大伯 询问怎么办事 却被告知隐瞒车祸真相 不允许报警 否则自己在顺扬的工作不保 想想如果自己丢了这份工作 家里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状态 咸鱼出卖了自己的心 放弃就职当时一息尚存的道具 从此二十年都生活在悔恨中 录音中陈隆基的声音 很清晰地传到了众人的耳中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新俊更是暴跳如雷 准备挥动拳头泄愤 却被众人拦住 另一边的罪魁祸首大伯 生命也到了尽头 听证会后 顺扬家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民众纷纷抗议 拒绝购买顺扬产品 而最终顺扬家族不得不顺应民意 签署承诺书 承诺陈家及子嗣都不会再经营顺扬集团 大嫂更是主动提出离婚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倒进了命案成员的血 而贤鱼两手空空 手里没有半张股份 却顺利地拿下了顺扬集团 他继承了爷爷的长远眼光 并将爷爷正道经营的理念延续下去 不久后贤语来到道俊的墓地 恰巧偶遇敏英 他告诉贤语 自己过去二十年里都是一席黑衣 并不是在扮演阴间使者 而是在告慰死去的未婚夫陈道俊 看着眼前的敏英 贤语心中充满了心疼 但他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意 只能夸你今天很漂亮 这句话道俊也曾经说过 爱放是结局 大家自行脑不傲 至此 才华家的小儿子终于圆满大结局 感谢宝子们的陪伴